第981章给你个惊喜 第二天 李长安专门挑选了一门适合女孩修炼的功法 然后看了一遍 学会之后 并赶到相约好的地点 叫赵倩雪这门功法 赵倩雪虽然天赋并不算太高 但却也适合修炼 一来二去 二人却也熟悉不少 每日 李长安便会在下午的时候 来到这片树林中 陪赵倩雪练功 等练完功 他便陪着赵倩雪一起在山上采集草药 二人多日接触下来 都相熟了不少 赵倩雪身世颇为凄凉 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小县城颇为富有的商人 可后来沾染上了赌博 全身家当输了个金光 最后承受不了打击 上吊自杀了 留下了赵倩雪和他母亲背负一身的债务 他母亲每日都会打好几份功 以此来偿还他父亲所欠下的债务 久而久之 身体便有了救急 在一老中医那里 得到药方后 他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药 赵倩雪便每日上山采药 如同所有的狗血爱情故事一样 年轻气盛的李长安 渐渐地喜欢上了赵倩雪这姑娘 赵倩雪虽然穿着普通 但双眼中却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干净 对于李长安而言 他常年杀人 只有和赵倩雪待在一起时 才会让他感觉到自己内心中的宁静 久而久之 郑一教也知道了李长安和赵倩雪的事情 不过郑一教并没有丝毫阻拦李长安和赵倩雪的意思 反而大为支持他们二人 半年后的一天 李长安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衣 陪着赵倩雪走在山林中 赵倩雪穿得很简单 家境贫寒的他 甚至有不少衣服 都是邻居看不过眼 送来的衣服 但是对李长安而言 再简单质朴的衣服 穿在他身上 也是美丽的 足足半年的时间 只要李长安有空 就会过来陪着他 赵倩雪也是青春之际 自然也暗暗喜欢着李长安 小雪 我师门那边知道我们的事情了 李长安走在他的身后 说道 师门说 会帮你和你母亲偿还掉债务 如果你们愿意 还可以到师门中追逐 到时候你母亲的身体 也会有专人调养的 喂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赵倩雪回头 突然问道 这一下 却是让杀人不眨眼的李长安 问得一愣 有些结结巴巴的说 这个 算 算是吧 且 喜欢就喜欢拜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赵倩雪哈哈笑道 他虽然家境贫寒 但性格却异常开朗 从来不会抱怨 从来不会抱怨什么 最起码李长安从未从他的口中听到抱怨 反而赵倩雪会经常告诉李长安自己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又或者其他 随着自己手中的鲜血越来越多 李长安经常会做噩梦 梦到死在自己手中的人来找他复仇 但随着认识赵倩雪后 噩梦也越来越少遇到了 二人不知不觉 便走到了山顶 微风缓缓吹过 地上绿油油的青草 被吹得乱晃 二人则是随意地坐在了草地上 近日的草药已经采集完 长安 你有什么梦想吗 赵倩雪看着远处 问 李长安看了一眼天空 微微摇头起来 说道 不知道 他虽然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第一强者 但他对这样的身份已经感到了厌倦 他此时不由想着 难道自己接下来一生 就这样不断地杀人度过吗 那你还真是无趣 赵倩雪双手抱着膝盖 李长安好奇地问 那你呢 赵倩雪说道 我理想很伟大的 我这一生 要游历祖国的山川河流 将天下美景 尽收眼底 还有学会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呃 就这样啊 李长安无语地说 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梦想啊 在李长安这种高手眼中 这样的梦想 简直有些不值一提 李长安问道 想要吃什么美食 找个大厨 让大厨坐步就行了吗 没诚意 还说喜欢我呢 赵倩雪瞪了他一眼 这样 等你什么时候能做一顿大餐的时候 我也就喜欢上你了 李长安黑着脸 让他堂堂年轻一代第一高手去做菜 这不是的让人笑掉大牙吗 我才不学做菜 太丢人了 李长安脑袋摇得跟个波浪鼓一样 赵倩雪调笑道 那更得让你给我做了 这样才说明你心里真的喜欢我啊 有时间我再试试吧 李长安随口敷衍道 他心里则是想 想让我李长安做饭 不可能 他就是从这山顶跳下下去 也绝不做饭 不过随后 他确实深深地思索了一下赵倩雪说的话 他又突然说道 那个 明天中午 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赵倩雪笑嘻嘻地问 李别管 回到正一郊的李长安 在深更半夜时 竟然偷偷地溜进了厨房 他准备给赵倩雪做一顿饭 这对两手不沾阳春水的李长安而言 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可突然 正一郊的长教 张阳家却突然走进厨房 长安 你在这里做什么 长教 被发现的李长安顿时有些尴尬 他咳嗽了一声 说 我 我 我饿了 过来找点吃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干粮 有个地方的年薪高手 自称能挑战你 并且向你发出了挑战 张阳家沉声说道 你的去给他一点教训 捍卫你第一天才的名声 那个 改天醒吗 我明天还有事 李长安说道 张阳家摇头 他向你发起了挑战 若是不去 对你声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一给他就给他 我不在乎 张阳家沉声 我在乎 长安 你是我们正一较新辛苦苦培养出来的 若是这个时候 好好好 李长安叹了口气 问 明天正午能赶回来吗 应该没问题 张阳家点头 李长安说道 那就赶紧走吧 咱们速去速回 随后 李长安便带着赤销神剑 跟随张阳家离开了正一觉 第982章 希望还有再见时 第二天正午 赵倩学准时的到了约定好的地方 他左顾右盼 却迟迟没有发现李长安出现 他只能是再远地等待了起来 当天夜晚 李长安才和张阳家等人姗姗而归 他们遇到了意外 原本一大早 就准备好了擂台 那个扬言要挑战李长安的人 让李长安上台 一箭变斩了 可没想到 这个势力的人竟恼羞成怒 并且还早早地准备好了陷阱 总之 李长安和张阳家落入陷阱中 到现在才赶了回来 李长安回来后 第一时间便想去找赵倩学 可没想到 却得到了赵倩学在医院中 病情严重 李长安和张阳家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医院这边 赵倩学的母亲 还有几个十方丛林的人也在这里 十方丛林的人自然也是得到了消息赶来的 李长安跑到急救室外 他看到了十方丛林的人 急忙问道怎么回事 小雪怎么会进医院 一个十方丛林的人开口说 李师弟是一个登山被发现的赵倩学 他不小心被毒蛇给咬了 发现他的时候 蛇毒已经蔓延了全身 恐怕胸多吉少 李长安死死地捏紧拳头 说道怎么会这样 李不要着急 我们已经让这家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了 李长安重重地一拳打在墙壁上 他眼睛通红 死死地咬紧牙齿 这时 急救室内 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 他脸上露出蓝色 微微摇头 亲属进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赵倩学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 双眼一翻 晕了过去 李长安也是彻底愣住了 都怪我 都怪我 我让他在那里等我干什么 想要见患者最后一面 还请尽快 他撑不住多久的 医生提醒了一句 此时 李长安急忙走进急救室中 赵倩学躺在手术台上 面色已经颇为苍白 极为虚弱 气息也是越来越少 小雪 李长安大步走到手术台旁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眼眶渐渐红润了起来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没等到你 赵倩学虚弱地伸出手 抓住李长安说 对不起 李长安有些崩溃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食言了 要是我准时赶到 你就不会这样 要是 他大好了一生 枉他是年轻一代的第一强者 可如今 却救不了赵倩学 赵倩学挤出了笑容 说 你不要太难过了 人死人灭 都是过往云烟 不要太过伤心执着 我怎能不伤心 李长安捏紧拳头 低声吼道 我要去杀光那群王八蛋 他所要杀的 当然就是伏击他 阻止他赶回来的那个势力 赵倩学紧紧地握着李长安 说 长安 我不想你这样 不想你陷入无尽的杀孽之中 你曾和我说过 你厌恶当一个杀人般的机器 既然如此 你何不去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李长安摇头 没有你 什么样的生活 都不会是我所喜欢的 赵倩学虚弱地说 你可以试试游历山川 烹饪做饭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可惜 可惜我不能吃上一口 你做的饭菜 赵倩学的眼角 也滴出了泪痕 李长安深吸了一口气 咬紧牙齿 赵倩学问 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你难道不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 李长安点头 从今天开始 我再不杀人 再不提见 我将去过 你想要度过的生活 恩 赵倩学费尽力气 慢慢坐了起来 在李长安的额头 轻轻地吻了一下 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林凡靠在树上 听着李长安说完了他的故事 林凡看了李长安一眼 说道 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 李长安缓缓说道 小雪她知道我内心的困扰 我曾经杀人太多 若不是小雪临终前 让我游历山川 恐怕我早已深陷心魔之中 若不是魔族入侵 我也不会重新回到正义教中 希望你以后能彻底摆脱心魔 可惜我看不到了 林凡感慨地说道 李长安笑了一下 并未说话 她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来安慰林凡 好了 我也得走了 林凡咬牙 忍着身上的伤痛 慢慢站了起来 李真不需要我陪着你去全真教 李长安皱眉问道 林凡唯唯摆手 不必了 有些事 总得自己去做 就此别过吧 李长安眉毛皱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林凡 说道 我真不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也希望不是 林凡无奈地耸肩 说完 林凡一瘸一拐地转身走去 看着林凡的背影 李长安有些欲言又止 希望还有再见时 全真教山门的这条登山路下 林凡拖着浑身伤痕的身体 终于是来到了这里 他租了一辆车 赶到了这里 他抬头 看着厂长的阶梯 此时 林凡看起来狼狈至极 头发凌乱 衣服残破不堪 身上的血液 已经结巴 血液凝结成一块块 变成了黑色 咚 林凡踏上了第一步 他咬紧牙齿 一步步地往上攀登了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步步地往上走着 他本就身受重伤 攀登起来更是极为吃力 走一步 脚上的伤 就会如同撕裂般的疼痛 可他依然咬紧牙齿坚持着 这时 台阶上 突然走下来十几道人影 带头的 竟是周宗 而他身后 则跟着很多年轻俊杰 周宗冷笑了一下 不用他说话 这些年轻俊杰 一个各站成一排 直接挡住了林凡的路 麻烦让一下 林凡面色苍白 低声地说道 他并不想和周宗起冲突 周宗嘲讽道 这不是十方丛林的林殿主吗 林堂堂殿主之尊 说话声音怎么这么小呢 周宗也是得到消息 知道了林凡竟然来了全真教 至于林凡的来意 很简单便能猜到 他肯定是想来见苏青 第983章傻瓜 周宗可不想再让林凡看到苏青 当然周宗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对林凡痛下杀手 反正林凡这可怜虫也只有七天的时间可活了 杀了他 引起李长安的报复 可就得不偿失了 但这并不影响周宗羞辱林凡 周大长老 我来死 只是为了见苏青一面 林凡面色苍白 说道 还希望周大长老让你手下的这些人让一让 周宗淡淡的说道 威风凛凛的林殿主 还需要我招呼手下的人让开吗 哈哈 这十几个拦住林凡的俊杰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实话 他们看着林凡的惨状 心里都颇为畅快 原因也很简单 林凡虽然比不上李长安 但却比他们优秀太多了 这些俊杰 都是周宗颇为看好的后辈 他们在全真教中 天赋也是不错 放在整个阴阳界 也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天才 按理说 他们这群人 好不容易没赶上和李长安一个时期 李长安如今已经低调起来 原本应该让他们这些俊杰大显身手了吧 结果又赶上一个林凡 林凡年纪轻轻 遇见数传人 十方丛林店主的身份等等 都是这些所谓俊杰遥不可及的 即便是处于嫉妒心理 看着林凡的惨状 他们心里都有一种隐隐的开心 什么东西麻 还想见苏青小姐 落魄的跟狗一样 浑身血淋淋的 就不怕吓到苏青小姐 就这种人 配得上苏青小姐吗 这些人出言不逊 若换作之前 他们敢对林凡如此说话 林凡能让他们跪在地上 让人抽烂他们的脸 这倒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林凡脸上挤出笑容 诸位说完了吗 说高兴了的话 麻烦让一让 他并没有反驳 他心里虽然也不甘 可是不如人 又有什么办法 林凡 你还痴心妄想见亲人吗 周宗脸色冰朗 往下走了两步 这些俊杰让出了一条路 周宗走到林凡面前 说 你来全真教 我不取你性命 已经是给李长安的面子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我 周宗打断了林凡的话 你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模样 年少得志 就以为能在阴阳界中玩得转 你太天真了 当初我的眼光果然没错 你这种人 没什么大出息的 即便是成了店主 没几天 就被打回原形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咬牙往上走了起来 还想上山 周宗有些疑惑 他对林凡倒是颇为了解 这家伙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可现在 仿佛完全没了脾气 麻烦周大长老让一让 林凡说 周宗冷声说 滚吧 麻烦周大长老让一让 林凡并未退步 依然执着 不知好歹 周宗一脚踹在林凡的胸口 林凡被他一脚踹的在阶梯滚了下去 他身上的伤口裂开 一路滚下去 阶梯上 全是鲜红的血液 看着林凡的样子 那些俊杰眉毛也微微地皱了起来 可林凡滚到一般 却突然抓住了阶梯 他竟然又慢慢地站了起来 咬牙往上走了起来 这家伙还真是够执着的 周宗皱眉起来 助手 这时 周宗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 亲人 周宗回头看去 苏清却根本没有拿正眼看他 而是一路跑下阶梯 来到林凡面前 苏清唯唯咬紧牙齿 说 你来了 苏清此前已经得到了林凡的消息 他为此 痛哭了一场 本以为 他自己再也见不到林凡 可没想到 林凡竟然来了 我想见你一面 林凡有些摇摇欲坠 鲜血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林凡就用手擦掉鲜血 他终于看清了苏清 看着林凡的眼珠都被红色的血液给盖住 苏清终于是再也忍不住 眼泪涌了出来 他死死的抱住林凡 你是不是傻 你都这样了 你还来见我 我只是想见你一面 林凡顿了顿 我 想你了 鼻涕虫 林凡和苏清的思绪 同时回到了他们当初读书时 二人同桌 每日待在一起念书的时光 你怎么这么傻 苏清哭泣着说道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办法吗 本命非箭被迫 再无办法 林凡面容呆滞 说道 若是有办法救治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苏清差点眼角的泪水 盯着林凡 说 一定还有办法的 我能帮你办什么 你说 我 忘了我 林凡开口说 他的眼泪 混杂着眼睛中的鲜血 流了出来 苏清哭着说道 我不 我不会忘了你的 我会一辈子都记得有一个傻瓜 他为了让我开心 给我准备一场烟花大会 我会一辈子记得有一个傻瓜 他为了我 踏上全真教 参加比武招星 击败所有年轻天才 我还会记得有一个傻瓜 他会将衣服给我擦鼻涕 林凡 可这个傻瓜就要死了 他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说完 林凡一时渐渐模糊了起来 他毕竟如今是普通人之躯 没有法力 刚才从阶梯上滚落 已经伤到了头颅 林凡缓缓往身后的阶梯倒去 苏清急忙想要抓住林凡的手 可林凡却躲开了 苏清看着林凡就这样 再一次滚下了山脚 林凡 苏清想要冲下去 周宗却迅速来到他的身旁 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周宗脸色冷淡地说道 林凡必死无疑 不要和他再沾上什么关系 他是阴阳界的公敌 我不管 你这个混蛋 是你害死的他 害死他的人里面 你也有份 苏清一拳朝周宗打去 周宗轻易地躲开了苏清这一拳 他微微摇头 他手指点在苏清的额头 苏清瞬间晕迷了过去 他抱住苏清转身往山上走去 周长老 那个林凡怎么处理 这些俊杰看着山脚下躺着的林凡问 随便丢到哪个垃圾堆去吧 这样的废物 林死也就只配合垃圾做伴了 周宗冷声说道 第984章学典本是 一座城市附近的垃圾堆中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堆积着 这座垃圾坐落在城市的郊区中 臭气熏天 各种各样的垃圾在这里飞舞着 时不时 还会有老鼠窜来窜去 这个地方 没有谁会轻易地靠近过来 此时 天已经彻底地黑了下来 林凡缓缓睁开双眼 他浑身剧痛 难以动弹 他往四周看去 我真的被丢到垃圾中了 林凡脸上流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他缓缓吐了一口气 阴阳借果真如此 圣者为王败者寇 前不久 自己的身份还是高高在上的店主 即便是各个势力的族长 长教也得和他客客气气 如今自己却成了这般模样 可可 林凡此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冲天的臭气 让他也有些难以适应 不过好在他也并非没吃过苦 这些臭气 他还是能够忍受 但是肚子中的饥饿感 却难以忍受 有人骂 林凡此时大声地喊道 空荡荡的垃圾场 回荡着林凡的声音 老天啊 林凡看着天上的星空 天上群星璀璨 美丽至极 他只剩下七日的活路 原本按照林凡所想 见了苏青之后 他便找一偏僻无人 但却景色优美之地 静静地等待死亡 可老天也仿佛给他 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难道最后自己临死之际 要在这垃圾之中活活的饿死吗 想着这 林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我林凡 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下场 就在这时 漆黑的垃圾堆中 忽然走进来了一个人 哎呦 臭死了 臭死了 听着声音 林凡抬头一看 一个挺着肚子 体型略胖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来到了他旁边 这胖子手拿一把芭蕉扇 扇着风 看着躺在地上的林凡 微微笑道 不错 不错 什么不错 林凡看着突然出来的这个人 有些萌 你是谁啊 林凡问 嘿嘿 小子 被人打成这样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胖子说着 碰上老子 算你运气好 走吧 说完 胖子将林凡背了起来 往垃圾堆外走去 你是做什么的 林凡躺在胖子的背上问 我叫忠臣 做生意的 刚好路过这里 听到你在这哭爹喊娘的乱叫 忠臣道 做生意 林凡想着这些 大脑顿时迷迷糊糊起来 在被这家伙救了之后 他便忍不住睡了过去 林凡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等他迷迷糊糊睡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小火车的副驾驶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此时 火车破旧的喇叭中 放着毛不易的歌 开车的胖子忠臣 此时也敞开嗓门 大声唱着歌呢 而且还越唱越来劲 醒啦 忠臣看了一眼林凡 随后递出一个矿泉水瓶 说醒了 喝口水吧 林凡发现自己身上干潜净净 身上的伤口也已经愈合了 还换了身衣服 只是这衣服宽大了一点 而且还有一股汗臭味 不用说 肯定是这忠臣的衣服 谢谢 林凡伸出手 接过这瓶水 接过发现这水瓶中 全是黄色的液体 这是尿吧 林凡黑着脸 忠臣一看 非黑笑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经常开长途 就在车上解决了 拿错了 忠臣另外递了一个干净的水瓶给林凡 林凡喝了一口后 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说道 忠大叔 我忠臣一听 飞着脸说 什么大叔 我看起来最多也就比你大两三岁 大叔 而 林凡不由再打量了一下忠臣 他挺着哥颇大的啤酒度 就是传说中的油腻中年人的形象 好吧 忠哥 谢谢你了 随便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就可以了 林凡说道 忠臣急忙摇头起来 别啊小兄弟 我心辛苦苦救了你 这也算是个救命之恩吧 老哥刚好有点忙需要个人搭把手 你要是闲着没事就帮帮忙 我 林凡一想 好歹人家也搭救了自己 他点头 好吧 这就对了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林凡 这名字真俗 忠臣笑着问 对了 你是得罪了谁啊 让人给打成那副熊样 跟孙子似的 简直要多惨有多惨 这家伙还真是有够毒舌的 林凡看着车窗外 也不想回话 行行行 不想说就算了 忠臣虽然如此说 但却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其间 林凡也知道了忠臣的职业 和自己之前倒是有点关系 这家伙说白了 就是到处摆摊算命骗钱的 而这个货车 就是忠臣的家 后面的货箱中 有床 厕所等 麻雀虽小 但也五脏俱全 很快 忠臣的车便开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中 这座县城的建筑都颇具年代感 老弟 走 帮我把家伙是摆出来 做生意了 忠臣搓着手道 林凡就没说 忠哥 这片钱的勾当 不好吧 忠臣一听就不乐意了 说道 林老弟 这哪能是片钱的勾当 你懂什么 心理医生你知道吗 做的也是给人心理辅导 这些人遇到什么事 心里堵得慌 我这三言两语 让他们心理踏实 不就和心理医生一样了吗 林凡黑着脸 心理医生有这样大街小巷摆摊的吗 忠臣 你就当我是赤脚医生 到处看病 人麻 得换位思考 不愧是老江湖 这嘴真是毒 这种话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 竟然让林凡感觉有几分道理在里面 林凡帮忠臣将摊给摆好后 原本想回到货车上去休息 毕竟他之前是堂堂店主 让他干这种活 简直丢人能丢到老老家去 不过忠臣确实将他拉住 老弟 我看你身上一穷二白的 跟着我学点本事 以后闯荡江湖 不会有坏处 第985章 怎么可能轻易看开 自己都快死了 学这些东西干什么 就在林凡想要离开的时 他们摆摊的街上 突然走过了两个青年 这两个少年穿着名牌衣服 看到了林凡 痴兄 你看这人像不像是那的林凡 痴有点像 不是说他想要带领十方丛林投靠某族 然后让七大势力联手打压住了吗 是啊 听说他的本命非见被人给几岁 他不但法力尽失 而且还没有几日的活路了 之前听说他还想上全真教来找苏清小姐 结果被人丢进垃圾堆了 这二人都是二十二三岁 是全真教弟子 只不过在门派内的地位并不算高 二人实力也只有五品道长进 二人有些玩味的看向林凡 林凡眉毛顿时皱了起来 他看出了这二人的不怀好意 喂 我说 你是林凡吧 霍洪后便是被称为师兄的那人 他看着地上摆摊的这些东西 随后一脚将这些东西踢翻 怎么 堂堂的店主 如今还摆摊赚钱 这也太惨了 这样 你汪汪的叫几声 我给你几万块钱玩玩 林凡捏紧了拳头 吃胸 这样不太好吧 滕家又急忙拉住霍洪后 低声说道 霍洪后瞪了自己这师弟一眼 没出席 霍洪后常年在全真教中 被各种各样的人物给压着喘不过气来 一块板砖砸过去 一大堆都比他厉害 如今能羞辱羞辱林凡这个曾经的大人物 让他心里颇为畅快 要知道 林凡之前在他们全真教 击败鬼首的徒弟 力压群雄时 简直让他们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两位 我这小兄弟有什么的罪你们的地方吗 忠臣急忙走上前 笑着打着圆场 全真教办事 滚开 霍洪后骂道 忠臣一听全真教三个字 浑身一个机灵 忍不住看了林凡一眼 他做的这个工作 也算是和阴阳界擦点边 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全真教的大名 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两位给个面子 忠臣手中拿出皱皱巴巴的几百块钱递过去 可 霍洪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说 打发要饭的呢 这是你车吧 霍洪后回头一看了一眼身后的这辆火车 说道 师弟 给他砸了 别啊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忠臣一听 就急眼了 想要冲上去阻拦 霍洪后轻松的就一脚将忠臣给踹翻 路边虽然有不少人围观 但却全是看热闹的心态 没人上前帮忙 霍洪其间一直盘腿坐在地上 眉毛紧紧的皱着 助手 霍洪此时开口了 说完 霍洪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默默瞪着霍洪后二人 霍洪后和藤家又被吓得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霍洪身为十方丛林店主多年 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了一些上位者的气息 他的目光如缩 冰冷似刀 冰得霍洪后和藤家又二人心里有些发毛 师兄怎么办 藤家又小声的问 霍洪后说道 怕他干什么 他要是实力还在 早就出手了 现在只不过吓我们了 霍洪后这句话 也相当于给自己骨气 他说完 冲上去便一脚踹向林凡 其实这一脚 也只是试探性的 林凡看他一脚踢来 想要躲开 但失去了法力的林凡 速度极慢 一脚便被霍洪后给踹翻 我去 果然是个纸老虎 以为你多牛呢 让你瞪 让你瞪 霍洪后一连几脚踹在林凡身上 林凡捏紧拳头 只能是抱着头 霍洪后每一脚 都会让林凡闷横一声 但他也忍住了 没有叫出声来 累死我了 霍洪后喘着粗气 他指着鼻青脸肿的林凡 林凡 我告诉你 以后别让我遇到你 否则看到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不过你也没机会了 你也没几天活头了 哈哈 走 失地 说完 霍洪后带着滕家又转身便离去 周围围观的人 不断地说 这俩人是干啥的啊 家里有矿呢 这么打人 不怕打死了赔钱 光天化日的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忠诚看着躺在地上 浑身灰尘的林凡 问 林老弟 你没事吧 林凡的嘴角流出了一缕鲜血 他微微摇头 没事 就挨了几脚 死不了 走吧 林凡落寞地说 恩 行 今天不摆摊了 忠诚也赶忙将摊给收了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车子开到了一条无人的路上停下 忠诚将车靠边后 笑着说 今天就在这休息吧 林凡坐在副驾驶 没有说话 忠诚笑道 心情不好 也是 大街上 被人这样狠狠地揍上一顿 的确心情好不到哪去 走 请你喝酒 你有带酒 林凡奇怪地看向忠诚 忠诚神秘地笑了一下 来 他带着林凡打开火车的火箱 里面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屋 冰箱等等 一应俱全 冰箱里还有不少凉菜 啤酒 二人就坐在路边 打开凉菜 忠诚拎了一箱啤酒放在旁边 林凡拿起啤酒 深吸了一口气 狠狠地灌了一口酒 不是个滋味吧 忠诚看着远处 不过你还年轻 日子还长 现在让人欺负 回头奏回来就行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打架可没认输过 没机会了 林凡一口气将半瓶啤酒给喝了下去 他看着远处 我没几天活路了 得了绝症 忠诚笑着问 林凡摇头 比绝症还要糟糕 忠诚一拍大腿 你早说啊 早说我多买点韭菜啊 就这么点凉菜 寒酸了 咋了 忠哥你还准备庆祝一下 忠诚摇头 既然没几日可活了 就得好酒好菜的整上啊 不然岂不是白走这一遭了 林凡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会安慰我 安慰有屁用 生老病死的 看开就可以了 忠诚说 这东西 怎么可能轻易看开 林凡说完 又将剩下的半瓶啤酒给喝光 第九百八十六章神仙之所 忠诚说 你以前干啥的 现在混这么惨 说出来你恐怕都不相信 林凡唯唯摇头 说说拜 我就当听故事了 忠诚说到 林凡想了想 一边喝酒 一边将自己之前的事情 大概的说给了忠诚听 说完时 林凡已经喝得有些微醺 忠诚笑着说 你说你的本命非见被毁 所以才会死吗 说起来 我倒是听说过一个老神仙 据说他能耐可大着呢 要不我带你去找那老神仙 说不定能救你 林凡摇头 忠哥 我一穷二白 可没钱给你骗 不过 看忠诚说得如此认真 林凡一时间倒是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忠诚道 试试看吧 走 明天我就带你去找那老神仙 林凡黑着脸 他可不相信忠诚这样一个江湖术士 会认识什么所谓的老神仙 即便是有什么所谓的老神仙 恐怕也顶天是个修士 不过好歹是忠诚的一番好意 且林凡如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去处 于是便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那就说好了 二人喝完酒 就在车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 林凡睡得迷迷糊糊 睁开双眼时 发现自己在车厢里呢 车子正在晃动 好疼 林凡揉着额头 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 喝完酒之后头疼的感觉了 他坐起来揉了揉脑袋 随后 他敲了敲前面的车厢 喊道 喂 钟哥 快到了 林老弟你在些会 前面的钟臣说道 听到这 林凡唯唯点头 继续坐在车上 又过了一阵 车子终于停了 车厢从外面打开 重臣拉开车门 对林凡说道 林老弟 你快出来 林凡好奇地走出车厢 这是什么地方 林凡看了一眼四周 此时 车子开在一条清澈的河流旁边 周围都是荒山野岭 河流两旁 更是青涩的悬崖峭壁 山林间 充满绿意 鸟儿翱翔 我老家的深山野岭 忠诚黑黑笑道 此时 他指着河边的一个竹牌 你坐着竹牌 顺着河流往下画 据说 若是老神仙愿意收你为图 你就会在岸边看到一群白鸟 白鸟会引你去老神仙的去处 白鸟 顺着河流往下 林凡看着清澈的河流 无语了起来 说道 忠哥 你该不会嫌我是个累赘 想要丢了我故意这样骗我吧 任谁都会怀疑吧 坐着个竹牌 顺着河流下去 就能遇到神仙 这种谎话 三岁小孩才会相信 林老弟 是一世 忠诚重重地拍了拍林凡的肩膀 我和你投缘 要是你能遇到老神仙活下来 咱们就会再见的 废话 要是遇不到 我不得饿死 林凡翻了个白眼 忠诚说 反正我们已经来了 林老弟若是不愿意 也就罢了 林凡看着清澈的溪水 却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忠诚问 你想通了 林凡脸上带着感慨之色 若是遇不到什么所谓的老神仙 就这样在如此风景优美的地方死去也不错 总比死在垃圾场墙不少 这是几天的干粮 祝你好运 忠诚拿出一个背包 里面放着不少饼干 水 谢谢忠哥 林凡慢慢地走上了竹排 他拿起竹排上的一根竹竿 慢慢地 竹排滑入清澈的河水之中 渐渐地 他距离忠诚越来越远 忠诚大声地喊道 林老弟加油 岸边忠诚的身影 越来越渺小 林凡坐在竹排上 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里的景色 就算碰不到那个所谓的老神仙 死在这里 也挺不错 最起码不会遇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他盘腿坐在竹排上 一天时间过去了 他就这样顺着河流往下流淌着 两边的美景不断变化 没有丝毫人烟 偶尔 林凡也会看到丛林两旁的动物出来喝水 这些动物往往会好奇地抬起头 看着林凡 看着这心旷神怡的景象 林凡脸上也忍不住流露出了笑容 就算没有中哥所说的老神仙 在这种地方死去 也算不错 林凡躺在竹排上 听着河水哗哗的流动 动物的叫声 鸟儿展翅挥舞的声音 他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竟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而且 他是被鸟叫声给吵醒的 此时 他的竹排周围 竟然围满了白色的小鸟 这些白色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冲林凡叫着 好像在跟他说话 白鸟 这么多 林凡愣了一下 他往周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竹排周围细了好几根绳子 这些白鸟的爪子竟然抓着绳子 正在带着竹排在水中急速前进 林凡脸上震惊的看着眼前的景象 这 这 难道老神仙的传说是真的 让白鸟来牵引带路 这样的手段 便已经不凡 没过多久 岸边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石阶 这些小鸟将竹排拖到石阶旁后 林凡慢慢的走下竹排 他抬头一看 头顶竟然是一座高山 白色的石阶 直通山顶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一步步的往石阶走了上去 那些白色小鸟没有再跟上来 山林间 只有风偶尔吹的树叶沙沙的声音 剩下的 便是林凡的脚步声 这山极高 林凡走了整整一天 太阳落下 月亮升起 他才终于来到山顶 来到山顶后 他惊讶的发现 山顶的前方 竟然有一座耸立的山峰 这座山峰比直 完全没有任何攀登上去的可能性 山峰的顶端 有一座道馆坐落在那里 从林凡这个角度斜着看去 这个道馆和月亮齐高 而这座山顶通往道馆的路 竟是一个又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石头 这石头很整齐 宽约一米 如同阶梯般 这 如此神仙景象 这座道馆宛如神仙居所 已经彻底让林凡有些蒙住了 忠臣那个家伙所说的 竟然是真的 想到这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试探性的将脚踩在了第一颗漂浮在空中的石头上 第987章修炼长腰 虽然脚踩在石头之上 但却如踩在平地上一样稳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踩上第二块石头 随后 他慢慢往上面的这座道馆慢慢走了上去 下面是无尽深渊 普通人站在这些石块上面 恐怕会头晕目眩 双腿发软 好在林凡虽然法力尽失 但心智却远非常人可比的 终于 林凡来到了这座山峰之上 这座道馆很大 占地几乎将这整座山峰给占满 外面是一道高大围墙 林凡此时来到道馆前 可道馆大门紧闭 林凡走到道馆前 抬手轻轻的敲了敲门 不过里面并无任何动静 请问有人吗 林凡大声喊道 可里面依然静静无声 奇怪了 林凡想着 便想用力推开这道门 可刚一用力 忽然 一股围风从道馆中吹来 林凡便被吹倒在地 随后 这道围风将林凡面前的尘土吹动 地上竟然被吹出了一行字 闲杂之人物尽 看着眼前的场景 林凡有些萌 不得不说 这个神秘的道馆 一确是让林凡颇为惊喜 林凡也不管这么多了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他冲到馆中恭敬的说道 前辈 在下名叫林凡 是鼠山剑派传人 如今本命飞剑被破 无几日火路 想要寻一条生路 这时 地上的这几个字又变了 此地飞衣馆 无你活命法 很显然 这个道馆中的高人 并不想救自己 反正也只有眼下的这一条路可走了 林凡便跪在了道馆之前 他开口说道 前辈 在下已无路可走 望前辈帮一帮我 说完 他刻了三个想头 地上的字再次变化 为何帮你 林凡想了一阵 突然说道 我在竹牌之上时 白鸟引路 说明前辈也想见我 否则前辈也不会让那些白鸟来引路 这也只是林凡的猜测 全当是一事了 又是一阵微风吹过 地上的字机被吹得消失 道馆的门自己打开了 多谢前辈 林凡脸上露出喜色 又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这才恭恭敬敬地走进道馆 进入道馆中后 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一座颇大的练武场 林凡心中好奇 这是道馆 为何会有这样一座大型的练武场呢 不过林凡并没有多问什么 继续往里面走去 没走多久 一间屋子的门打开 里面传来了一声苍老的声音 进来吧 是 林凡恭敬地走进了这个屋子 这里面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书房 里面有着不少古仆的蓝皮书籍 甚至还有很多竹简 一位看起来八十多岁的老人 穿着一身白色长袍 头发梳着发迹 左手拿着一个竹简 虽然年事已高 但却面色红润 留着长须 先锋道骨 在下林凡 见过前辈 林凡说道 先锋道骨的老人上下打量着林凡 说道 你想我救你 可我并非神医 拿什么救你 林凡很聪明 老人所问出的这些问题 自己哪能答得上 他说 既然前辈愿意救我 肯定就有自己的办法 否则 前辈又何必见我 道士聪慧 老人淡淡地说 不过你和我并无关系 我为何要帮你 林凡继续说 前辈要见我 自然 反正不管怎么说 自己能走到这 肯定有这老人暗中的意思 否则自己又岂能见到他 你只会说这一句 先锋道骨的老人被着手说 我会见你 因为你和我之间 有此缘分 你若愿意 便拜我为师 我教你活命之法 若是不愿意 就此离去便可 哪能不愿意 林凡急忙跪在地上 恭敬地磕了三个想头 说 弟子拜见师父 你可不要太着急拜我为师 我这有三个规矩 老人缓缓说道 第一在这道馆中 不可胡作非为 第二 全心修炼 学成之日 即刻离去 第三 学我之法后 到了外界 不许提我明慧 不许提你本领事从我这所学 前面两条要求还好 可这第三条 倒是让林凡有些奇怪 不过他还是点头 恭敬说道 是 弟子见过师父 敢问师父明慧 不可说 不可说 老人哈哈笑了一下 林凡黑着脸 这老头倒是有意思 为了不让自己提他名字 干脆名字都不告诉自己了 一切过来 老人说道 林凡来到他面前 老人伸出手 默在林凡的右手脉搏处 瞬间 林凡感觉到了有一股强大的法力钻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老人微微闭上双眼 过了片刻 睁开双眼 惊讶的看了一眼林凡的右胸 姬元 姬元 师父 怎么了 林凡问 老人道 你可知 你身体中的这颗龙心来头不小 林凡说道 这是一颗黑龙的心 不过这头黑龙此前是做什么的 我却是不知 说起来 这颗心脏倒是多次救过自己的性命 老人见林凡不知 却是没有再多提 而是说 如今你本命非见被迫 唯一的活命方法 便是依靠这龙心中的妖气 修炼成妖 修炼成妖 林凡惊讶的看着老人 老人抬起手 书贵重 一本略为泛黄的书籍 飞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龙神诀 老人开口说道 比起你那之前的御剑术 怕也不遑多让 真的假的 林凡接过这本龙神诀 心里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御剑术可是最强的术法之一 老人随手一取的东西 能比你御剑术 当然 林凡也只是心中有些惊讶 并不怀疑这真实性 这龙神诀 乃是昆仑玉中 上古龙族的至高功法 若是你修炼得当 威力不同凡响 昆仑玉 林凡心中好奇了起来 问道 师父 昆仑玉是什么地方 出去吧 找个地方歇息下来 明日会有童子来告诉你该做什么的 老人拿着手中的竹简 回到了椅子上 坐下认真地看了起来 大弟子就暂且告退 林凡说完 恭敬地退了出去 第988章龙神诀 看着林凡走出去后 老人收起了竹简 他看向书房的一个角落 说道 出来吧 忠诚笑黑黑地走了出来 说道 多谢了 老人淡淡地说道 若非你不要脸的苦苦哀求 我可不想再收一个妖羞做徒弟 所以你不让他提你的名讳 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告诉他 忠诚反问 老人唯唯点头 我自求清静 不想再被尘尸的琐事所扰 忠诚就没说道 最近昆仑玉可不太平 心冒出来了一股隐藏在暗中的势力 自称抓妖局 林凡走出老人所在的书房中后 有一个约十二岁左右的童子走了出来 童子引着林凡到了一个客房中住下 林凡躺在床上 却是迟迟睡不着 他在想着那个老人的话 修炼这个龙神诀 会变成妖羞 也就是说 自己会变成妖怪 难道自己会变成一条龙 这未免有些太过不可思议了 想着这些 林凡翻开了龙神诀 忍不住看了起来 这龙神诀上面的心法口诀 极为繁琐复杂 很是声色 难以理解 林凡看了两久 都未能看出什么门道来 虽然上面的自认识 但却难以修炼 很快 林凡就想明白了 之前那个老人都说过了 这个龙神诀是什么上古龙族的法诀 既然是给妖怪修炼的 自己以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上面的问题 自然是苦涩难懂 想明白这些后 林凡干脆也懒得想这些琐碎的东西 躺在床上 闭上眼就睡了起来 没过多久 他便睡着 第二天清晨 一缕阳光照射进了他的卧室 外面更是传来攻击的鸣叫声 林凡赶紧起床 走出屋子 他能感觉到 死亡已经越来越临近了 他没几日活路了 小师弟 早啊 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 林凡看去 还是昨天那个十二岁左右的童子 这个童子笑着说道 小师弟 咋了 这个 师兄明会是 林凡问 童子说道 我叫小葫芦 见过小葫芦师兄 林凡说道 童子穿着衣服 一身青色的道袍 头顶还扎了一个冲天便 面色红润 看起来颇为可爱 小葫芦点头说 走吧 师傅安排了你做事 等会你先去砍柴调水烧火 给师傅做早餐 然后还要 小葫芦开心的吩咐着林凡 他走在前面 林凡跟在后面 这出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 林凡自然是恭恭敬敬的点头称是 林凡能看得出这小葫芦师兄 颇为高兴 恐怕自己来之前 这些事情都是小葫芦干的 好了 是差不多就这么点 小葫芦说道 等你做完 就可以去请教师傅学习了 不过我的提醒你一下 师傅说了 日落之前做完这些事 太阳一旦落下 他便不会指导你了 说完 小葫芦师兄便转身跑了 林凡简单的算了一下 砍柴自然不用说 自己拿手绝活 毕竟此前干了一年多呢 调水的话 林凡脸顿时黑了 他急忙冲小葫芦喊道 小葫芦师兄 难道调水要去山脚下那里 要不然呢 小葫芦回过头说道 记住 若是太阳落山 干不完这些杂活 可就来不及了哦 说完 小葫芦开心的跑掉了 只留下林凡黑着脸 暗骂 草 这下山上山 一个来回 恐怕旧的一天了吧 想完 他急忙拿起扁蛋和水桶 便往山下的方向跑 天黑之后 林凡也才勉强挑着水回到道馆 至于烧火做饭砍柴 自然是没时间去办了 我去 林凡饿了一天 刚走进道馆 小葫芦就站在门口 他皱眉对林凡说道 小师弟 你这也太慢了吧 你是要饿死我们呢 林凡甘大的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了 这还是林凡虽然没了法力 但体力比常人要强上不少 才能用这么快的时间调水上来 小葫芦撇嘴 要不是我和师父开小灶做饭吃 我俩今天就得安饿了 真是不好 林凡刚准备继续道歉 顿时无语了 小葫芦师兄 你和师父 咋还开小灶呢 给你留了快饼 赶紧回去休息 明天一大早干完这些 知道了吗 林凡无奈 是 第二天 情况依然如此 第三天 也差不了多少 林凡就算是拼尽全力 早一点挑着水赶了回来 可却因为没有砍柴烧火 依然不算完成了一天的杂火 可只有完成杂火 才能去找师父请教 林凡的日子可不多了 这样扑下去 自己恐怕的死在这 终于 林凡第二天凌晨一点 便下山调水 在第二天上五十点钟左右 便调水回来 然后砍柴烧火做饭 虽然说早餐是指望不上了 但好歹做了顿午餐 厨房中 林凡炒了几个菜 小葫芦在旁边 垫着脚用筷子吃了两口 小葫芦称赞说 不错 小师弟手艺可以啊 我这就送去给师父吃 说完 小葫芦开心的端起这些菜 一溜烟的跑了 林凡则是累得够呛 昨天一夜没睡 困得要死 他靠在木柴上 差点便睡着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外面的太阳 已经快要落山 窝草 林凡睡醒后 浑身一震 急忙往师父所居住的地方赶去 等他赶到时 先锋道骨的师父正坐在道馆的一个凉亭中坐着 拜见师父 弟子想要请师父指点一番 林凡急忙拿出龙神诀 道士聪慧 老人笑着看着林凡 他接过龙神诀 随后便缓缓开口说了起来 给林凡逐条解释龙神诀中 每一句话的含义等 林凡之前毕竟也是七品真人静的高手 经过老人解释过后 他便听明白了 他不自觉地盘腿修炼了起来 老人身后的小葫芦说 师父 他别打扰他 老人轻轻抬起手 看了一眼天色 说给他准备点东西 醒了之后吃吧 第989张藏头诗 是小葫芦恭敬的点头 老人并未离去 就坐在一旁 林凡此时正在尝试引导自己体内的妖气 也就是龙心中的妖气 这颗龙心中的妖气 颇为强悍 可林凡却没有丝毫运用他的法门 此时只能是任由这些妖气四处乱窜 老人此时 轻轻一指 点在林凡的眉心 说道 你现在所修炼的 是龙神诀中第一道法门 也是罪难的医官 因你有龙心 所以才能修炼这至高法门 平守心神 为师帮你练化这些妖气 这老人的法力 极其浑厚 轻易地便将这些妖气给压制住了 并且慢慢地让林凡控制 引导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 林凡突然睁开了双眼 吼 一声龙吟从林凡的体内传出 苍龙镜 这便是龙神诀中 第一道法诀 无数妖气转化而成的精丹 又出现在了林凡的丹田处 林凡的额头 有着无数汉字 此时 他心脏中 不断地有妖气从体内涌出 然后在师父的帮助下 慢慢进入精丹之中 终于 老人出手 一道封印打在了龙心之中 让龙心中的妖气不再继续喷涌而出 林凡也发现了 这龙心中的妖气 如同源源不断 好似无穷无尽一般 若是不封印住这颗龙心 让这些妖气肆无忌惮地喷涌出来 自己会被这股妖气给害死 林凡喘着粗气 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汗水给全部打湿 多谢师父 林凡目光看向老人 目光中带着感激 老人缓缓说道 如今你已恢复七品真妖境的实力 龙神诀中 共有九诀 苍龙净只是第一道法诀 若是你能学成三道 并且突破为解先进 便算你出师 到时便离去吧 多谢师父 林凡感激地冲老人磕了三个想头 自己本时日无多 眼前这无名师父帮自己的 几乎可以说是再造之恩 林凡又岂能不感谢 去吃点东西吧 老人指着一旁的小葫芦 小葫芦端着饭菜 已经占了将近一个小时 小师弟 快来吃点东西 小葫芦拿着饭菜 到了林凡身旁 谢谢 林凡说完 也不客气 拿着饭菜 就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恢复了法力后 林凡暂时也无性命之忧了 而他 留在了这个地方 准备好好修炼 道解先进的实力再行离去 虽然不知这老人的名讳 但用脚趾头想恐怕也知道 这师父可不简单 时光匆匆 一晃 一年的时间飞逝 这日 阳光照耀在林凡居住的展院中 他盘腿闭着双眼修炼着 这时 先锋道鼓的老人陪同着小葫芦来到他的院子外 小葫芦说 师父 小师弟已经五天没有出来了 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他在突破解先进 等着吧 老人风轻云淡的说道 你留在此地等他 若他突破了 便带他来见我 说完 老人转身离去 是 小葫芦点头 一年过去 小葫芦的个头也长了不少 他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 无聊的等待了起来 林凡此刻 浑身的汗刺 体内每一寸肌肤 都传来刺痛 他体内的精丹 不对 如今应该称之为腰丹了 腰丹不断散发出腰气 散布在他的每一寸的肌肤 甚至细胞中 只要突破解仙境 便不再属于凡夫俗子 这可是一个大门槛 阴阳界中的那些解仙境强者 基本上都是使用仙果 也就是外物突破 而像林凡这样凭借自身实力突破的 少之又少 林凡所知道的 也就只有李长安 想要凭借自身修为突破到解仙境的难度 可真不一般 即便是林凡拥有龙神觉 有着神秘老人作为师父 也足足耗费了一年的时间 才走到了这一步 林凡能感觉到 无数腰气在他体内对撞 冲击 将他每一寸肌肤 冲碎 重组 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足足五天了 终于 体内所有的腰气全部收缩进了腰丹之中 再一次释放出来时 这些腰气已经形成了质变 后 林凡的身体之中 再一次传出了龙影 整他所在的屋中 更是闪耀起了五彩霞光 这是每一个人 突破到了解仙境后 便会出现的天地异象 蹲在院子中的小葫芦 看着屋中传出霞光 脸上也露出喜色 推开门 他看到了盘腿坐在床上的林凡 小师弟 师父让你突破之后 便去见他 一年之后的林凡 皮肤更加黑了一些 也留了长发 他说道 我洗漱片刻后 便去见师父 林凡也明白 自己突破到了解仙境 并且在前一段时间 已经领悟了龙神诀中的前面三个法诀 按照师父的话 自己是时候离去了 还是那个书房 林凡走进了书房中 老人被着手 站在书房中 看着林凡唯唯点头 不错 一年时间便达到了解仙境 多亏师父指点 林凡恭敬说道 老人摆了摆手 勿要多言 按照约定 你该离去了 林凡目光中 流露出了不舍 一年时间 不管是那小葫芦师兄 还是眼前的师父 都待他极好 弟子跟随师父学艺如此长的时间 还未知道师父明慧 请师父告诉弟子 林凡跪在地上说道 弟子绝不会在外胡乱提及师父明慧 老人听着林凡的话 笑了起来 被着手念叨 林寿不须服 台心还幼兆 方宅十余母 寸恨谁云短 山枕隐龙妆 斜月兆徘徘徊 月下孤舟起 三探问府主 心垂平野阔 洞壁白云寒 听着这首诗 林凡沉默半赏后 突然发现这是一首藏头诗 师父 您是 林凡脸上带着震惊之色 他千算万算 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师父会是这人 老人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你走吧 切记 莫要在外提及 你是从我这所学的本领 第九百九十章 玩我呢 在得知自己师父身份后 林凡便忍不住说道 师父 徒人这一去 路途遥远 且无以无欲见之术 来往多为不便 师父您看 老人目光盯着林凡 似笑飞笑地问道 你想说什么 师父 传说你这有藤云驾雾之术 不如叫给弟子 林凡问道 开玩笑 传说中 猴哥可是在这里学得了地煞七十二遍和金斗云之术 之前不知道也就罢了 如今既然知道了自己师父的身份 他不多要点法术 岂不是有点浪费了这么个牛逼哄哄的师父 老人面不改色地说道 你当真想学 当然 林凡急忙点头起来 传说那金斗云一个跟斗 可以翻十万八千里 老人少有的翻了个白眼 反问 这你也信 林凡摸了摸后脑勺 说道 就是不知道 所以问问师父您老人家 老人说道 藤云之术 非你该修之术 你虽然学得了神龙诀 可遇剑术 却也不要轻易放下 鼠山剑派 背后有一场大机缘 若是你能得到鼠山真正的传承 会对你有大大的益处 可师父 林凡还想说话 你走吧 老人微微摆手 转过身去 是 林凡见师父不愿叫给自己藤云之术 很快却也想明白了 既然他不让自己在外提自己是他的徒弟 若是使用了金斗云 岂不是很快就能联想到他 不知弟子离去后 以后还能再见师父吗 林凡抬头看着眼前的老人问 机缘到时 自会相见 林凡恭敬说道 是 弟子告辞 说完 林凡转身走出了书房 小葫芦站在门口 小师弟 怎么样 小葫芦好奇的问 林凡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小葫芦师兄 我得走了 啊 小葫芦惊讶的说道 这就走了 小葫芦对林凡颇为不舍 毕竟这个道馆中 除了林凡 就只剩下师父 师父那人 颇为严肃 在林凡来之前 小葫芦每日都过得无聊得很 林凡来后 不止小葫芦有伴了 自己还成了师兄 看着小到同模样的小葫芦 林凡说道 有时间 小葫芦师兄便下山来找我玩便是 俗事中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多好吃的 小葫芦一脸好奇的问 当然 林凡郑重的点头起来 小葫芦双眼中带着羡慕的神色 他微微叹了口气 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师父才会让我下山玩一圈 师兄 时间也不早了 我便先走了 林凡说 小葫芦点了点头 送林凡出了道馆 看着他下山的背影 小葫芦走回了道馆之中 林凡从福空的石块走到另外一座稍矮的山顶后 回头看去 身后那座山峰上的道馆 竟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且山峰和山顶之间悬浮的石块 也已经消失不见 多谢师父 林凡恭敬地朝道馆消失的地方行了一礼 这是再造之恩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往山下走去 来到山下清澈的河流旁时 他仗上了一年前 送他来这里的竹牌之上 此时 山林间 飞来了数不清的白鸟 这些白鸟叽叽喳喳的用爪子抓住竹牌上的绳索 拖着竹牌飞速的行驶了起来 林凡站在竹牌之上 看着两边的青山绿水 目光之中 竟是感慨 天下事 纷纷扰扰 当初原以为自己走投无路 没想到却因为纳德摆摊的忠臣 自己不仅活了下来 更是突破到了解仙境 林凡此时 却是想到了全真教 正义教 天机门 四大仙族 以及黄长魂 他的目光却依然很平静 他淡淡的说 既然我活着回来了 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 江南省码头 这里货船 商船颇多 不断的在码头靠拢 下着货物 这里也是江南省繁华的景象 几百年来 一贯如此 船上的工人 扛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下船 又或者有旅游的船只靠岸 游客跟随导游下船 又或者其他在岸边吃饭的客人 所有人 此时都看到了一个奇观 数不清的白鸟抓着一个竹牌 在大江上行驶着 岸边的一个码头工人忍不住 掐了自己脸蛋一下 乖乖 这是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愣了 毕竟眼前的场景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竹牌之上 一个身穿白色长袍 留着长发的青年正盘腿坐在上面 这自然是林凡 林凡也是愣了 我去 这群白鸟随便找个疙瘩 将自己放下岸就行了 跑到这来干啥 群鸟将林凡拉到码头后 一窝而散 林凡急忙上岸 不少人好奇地往林凡看来 结果 麻烦让一让 林凡很快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人群之中 有两个人却是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刚才那人 好眼熟 你感觉像不像是 不可能 他一年前就应该死了才对 上报上去看看 恩 林凡对于这些并不知情 他走出人群后 在路边招了一辆出租车 开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 他一看林凡的装扮 笑着说 哟 哥们 玩卡斯啊 不过我说你这好好的 跑到码头来玩干什么 去慢展啊 啥 林凡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束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 年轻小伙问 去哪 随便吧 林凡说道 先让我想一想 得了 年轻小伙一轰油门 便往前方开着 林凡此时也在思索着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 他没想到那些白鸟会突然将自己带回江南省 当然 后面的目的很明确了 西大势力 以及黄长魂 有一个算一个 林凡都不会让他们太好过 兄弟 停车吧 林凡看着窗外说道 这个年轻的司机问 怎么 哥们 到地方了 我突然想起来 身上没带钱 林凡有些尴尬地说道 自己这浑身上下 分文没有 年轻的司机黑着脸 玩我呢 第991章一年变化 上 赶紧下车 别耽搁我赚钱 司机忍不住吐槽 穷逼还玩CAS 林凡只能是尴尬的下车 车子扬长而去 林凡看了一眼自己所在的地方 他便在这街上随意地走了起来 其间 倒是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回头 主要是他穿的这身衣服 当然 林凡也并不是没有想过要去换身衣服 换个发型 只不过 这不是特麻没钱麻 自己如今也是堂堂的解先进高手了 难不成还去街边抢钱 这未免太丢人了 回头让自己那牛逼师傅知道自己下山第一件事 是抢钱 不得给他活活气死 或者兰哥路人 告诉他 自己是超级高手 之前更是十方丛林的店主 如今蒙岸 只要现在给他几千块钱 回头还给他十倍 这个套路虽然俗了点 但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不过林凡很快的也否决了这个计划 主要是诈骗短信满天飞 人家能信自己才有鬼了 这时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路边 店主 车子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郑光明从车上下来 他脸上全是震惊 不敢置信的神色盯着林凡 老郑 你怎么在这呢 林凡也是愣住了 赶紧上车 上车后说 郑光明拉住林凡 上车后 郑光明开着车 风风火火的就拉着林凡离去 郑光明此时开着车 看着一旁的林凡 目光中依然带着不敢置信的神色 他开口说道 店主 如果不是你亲自站在我的面前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竟然还活着 林凡无奈地笑了一下 一言难尽 你怎么会在江南省了 蓝战雄他们怎么样了如今 郑光明说道 等先到了地方 我再慢慢给你说 林凡点了点头 自己消失了一年 阴阳界中 肯定会有极大的变化 一路上 郑光明开着车都有些小心翼翼 时不时的环会小心的观察 有没有车辆跟上自己 终于 郑光明带着林凡来到了郊区外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经济并不发达 因为隔着市区太近 本地的年轻人 很多都到了市区中发展上班 当然小镇上的人口依然不少 大多促是因为这个小镇的房屋便宜 在这里租房 然后到市区上班 郑光明带着林凡停在了一栋大厦的车库中 车子停好之后 林凡和郑光明往车库内的电梯走了进去 电梯停在了五楼的位置 打开电梯后 这竟是一个物流公司 里面不少人都在忙碌 老板 里面不少员工都笑着给郑光明打着招呼 郑光明脸上颇为严肃 微微点头 然后带着林凡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中 这是什么情况 林凡回头看了一眼 问 你难道被石方丛林赶出来了 现在开物流公司 先坐吧 郑光明指着沙发 随后给林凡泡了一杯茶 这才说到 若真是被石方丛林给赶出来 那反而好哥 我是被派过来做辅佐的 不错啊 你是我心腹 黄长魂没把你赶出去 反而让你继续到了这里做辅佐 林凡笑着问道 郑光明叹了一口气 说道 店主 你当初死讯刚传开 魔族就开始反攻了 林凡听到这 也并不奇怪 他问 然后呢 郑光明无奈地说道 西大师立嘴上说要团结 可背地离岸斗不断 让魔族打得溃不成军 如今三十多省 有十五个省都已经落入到了魔族的地盘中 林凡说道 正常 石方丛林本来就是作为一同整的阴阳界的作用 这样才能发挥出阴阳界的实力 可如今 石方丛林的首领黄长魂听从七大师立的话 做各种各样的决定 必然犹豫不决 怎么可能和魔族斗 郑光明无奈地点头 没错 如今包括江南省在内的十五个省 魔族已经站稳了根脚 不过他们并没有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只是占据此地 获得十五个省的资源 所以你这个辅佐 是被丢到敌营最深处 刺探情报的 林凡开口问道 郑光明点头 恩 这份工作极为危险 如今江南省到处都充斥着魔族手底下的人 若是被他们发现 基本上就没了火路 袁府坐在半年前 也被丢回了徐州省 情况也差不多 听着这些 林凡沉默了下来 问 南战雄 沐英才 苏千诀和燕伊云呢 他们几人怎么样 郑光明摇了摇头 日子应该也不太好 黄长魂如今大全独揽 若是他们持反对意见 黄长魂便会搬出七大势力来压他们 如今十方丛林倒是越发的像是七大势力的走狗了 专门帮他们做见不得光的事情 郑光明说完 更是深深的叹息起来 遥想当初的十方丛林 可是和另外七大势力平起平坐 后来林凡成为辅佐后 更是搅动风云 让七大势力听令 如今却慢慢变成了这般模样 着实令人头疼不已 林凡皱眉起来 奇怪 七大势力的人也不是傻子 魔族大举入侵 他们难道真就挡不住 郑光明说道 我当初也没上最前线 不过听说 魔族那边耗费了大力气 送了一位魔将过来 这魔将是第先进的超级强者 阴阳界的这个方势力中 难有人是他敌手 攻下十五个省后 原本按照当初的气势 恐怕魔族一口气打下整个阴阳界都有可能 只不过正义交的李长安出手了 他将这魔将打成重伤 魔族这才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林凡微微点头 既然有李长安在 为何魔族一开始进攻的时候 他们不让李长安出手 据说和你有关 郑光明看了林凡一眼 李长安对阴阳界各方势力逼死你的做法 颇为不满 不管诸方势力的首领怎么求他 他都不肯出手 后来还是眼看阴阳界即将覆灭 才最终答应出手 听着这些 林凡心中也微微有些感动 第九百九十二章一年变化 下 日月神教呢 林凡问道 魔族既然攻下了十五个省 那京楚楚没事吧 日月神教 被魔族灭了 郑光明无奈地说道 不过今教主好像逃了出去 如今也是不知所踪 郑光明说道 殿主大人 您既然没死 之后有什么打算 咱们一起夺回十方丛林 不要再叫我店主了 林凡摇头起来 我也对十方丛林店主的位置 没有任何兴趣 这一次回来 纯粹是报复七大势力 林凡面无表情地说道 实不相瞒 就七大势力联手对我所做的事 我就算是帮魔族攻下这阴阳界 也合情合理 魔族并非是随意屠杀人类的种族 相反 魔族的智商不一定就比人类低 他们占领十五个省如此久的时间 还没有闹出什么乱子 就可见一般 却魔狱中的环境艰难无比 魔族是想要在阳间好好生存下去 可不是来毁掉阳间的 郑光明一听 急忙劝说 殿主大人 魔族毕竟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 放心 我也就是顺口一说 林凡安慰说道 魔族和阴阳界之间的争纷 我不会参与 我只想找七大势力报仇 这可不一定 郑光明低声嘀咕了一声 怎么 林凡奇怪的看着郑光明 郑光明脸上带着尴尬之色 说道 如今魔族那边在阳间的最高指挥 你知道是谁吗 看着郑光明的样子 林凡皱眉问 难道是我师父荣云赫 恩 郑光明无奈的苦笑起来 难怪郑光明脸上会流露出这样古怪的神色 毕竟荣云赫和林凡的关系 就算林凡彻底倒向魔族 也不足为奇 林凡皱眉起来问道 不过话说回来 我师父怎么会成为魔族进攻阳间的首领呢 郑光明说道 我刚好是做魔族这边情报工作的 知道一些 好像是因为荣云赫得知了你死在七大势力的手中 勃然大怒主动请阴 魔族那边最熟悉阳间各种势力环境的 非荣云赫莫属 所以也就答应了下来 又和我有关 林凡抓了抓后脑勺 不知不觉 自己导成了阴阳界中 颇为重要的人物 你知道我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林凡问 他倒是挺想见荣云赫一面 最起码告诉他自己还没有死 郑光明尴尬的说 店主大人 我虽然是做情报工作的 但还没能力刺探到对面首领所在的位置啊 好吧 林凡伸了个懒腰 随后站了起来欲要离去 店主 你去哪 郑光明问 林凡笑着说道 全真教 郑光明愣了一下 说 去全真教 店主 您刚回来 那里高手太多 要不在我这里休养一段时间 等实力再有长进了再 我已经达到解先进了 林凡说 郑光明有些目瞪口呆的看着林凡 他发现自己越发看不懂这位店主了 当初只剩下七日葫芦 没想到这转眼间 已经突破到了解先进 并且还要前往全真教 等他回过神来时 林凡已经消失在了门口 郑光明深吸了一口气 他低声说道 他回来了 而且还突破到了解先进 阴阳界怕是又要不太平起来的 当初林凡仅仅是七品真人静 都能在阴阳界搅动风云 如今更是不用多说了 一座颇为别致的山庄中 这座山庄 正是如今十方丛林的总部 山庄坐落在一处颇为天辟的山林 但是每日都有车辆进出 庄园颇大 此时 一座大殿内 黄长魂坐在上座 南战雄 穆英才 苏千诀三人坐在下方 却是不见燕依云的身影 黄长魂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对下面的三人说道 南嘟嘟 穆嘟 苏嘟嘟 你们三人不妨去劝劝燕姑娘 这样一直被关押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对吧 当初老店主对我也有恩 我也不想做得太过 燕依云已经被黄长魂关押一年 当然 消息一直被封锁着 没让下面的人知道 即便是正光明这些辅作 也不得而知 毕竟燕依云也算是十方丛林的核心人物 黄长魂也不想这件事传出去 南战雄淡淡的开口说道 总嘟嘟 这件事我们可劝不了 当初林店主吩咐过 新任店主由燕姑娘挑选 黄长魂沉着脸 她关押燕依云自然是 亏是她手中的宝戒 林凡死后 她暗示过燕依云 可燕依云却对她的暗示 视若无睹 然后还说要挑选新任店主 黄长魂一听 就故意找了个借口 说燕依云不听从她的命令 关押了起来 南战雄三人也颇为无奈 如今是不如人 当初林凡最后下令 说若有亏是宝戒的人 他们可以杀无赦 这道命令是她身为店主的身份下达的 自然是有效 但却不能拿来押黄长魂 毕竟黄长魂只是关押燕依云 燕依云能活到如今 也是南战雄 穆英才 苏千绝多次立宝下来的 黄长魂无时无刻不想杀了燕依云 只要燕依云死了 宝戒的归属 自然便该她这个总都都来保管 黄长魂深吸了一口气 猛的一拍桌子 大声训斥 一年了 林凡已经死了 你们还是要和我作对 十方丛林如今不断的衰落 就是因为没有店主 我只要成为店主 必然能带领十方丛林重新崛起 南战雄淡淡的说 总都都 十方丛林衰落 是因为没有店主的原因吗 难道不是因为你给七大势力当走狗 才会如此 你 黄长魂指着南战雄 气得咬牙切齿 可南战雄是解先进强者 论打斗 他还不一定是南战雄的对手 即便有七大势力撑腰 难道因为南战雄对自己一句 就联系七大势力联手 杀了自己手下的一个解先进强者 黄长魂心里暗骂 林凡愚孽 林凡已经死了这马久了 这群人还是这样 真不知道那的所谓的林凡 有什么好 值得他们如此效忠 第六卷天下风云 第993章想不出 黄长魂指当他们是依然效忠着林凡 却殊不知 南战雄 穆英才 苏千诀 包括燕一云 之所以难以承认由黄长魂 来领导他们最根本的原因 并不是和黄长魂作对 按理说 黄长魂本就是十方丛林的都督 资历来说 他 南战雄 穆英才 都有资格做店主之位 可正因为他的手段 颇为令人不齿 他如今作为十方丛林的总都督 可却对七大势力低声下气 颇为献媚 成了七大势力的走狗 而黄长魂还将自己的行为 美其名曰为保存十方丛林的势力 但是献媚 走狗般的行为 最终是不断地将十方丛林的利益给让出去 在和魔族卷土重来的大战中 原本已经有四千多人的十方丛林 如今只剩下了两千人左右 不管什么事情 七大势力都让十方丛林身先士卒 先让十方丛林的人去送死 反观林凡 当初成为店主后 从无到有 迅速地得到了七大势力的认可 并且还让七大势力听令 这就是林凡和黄长魂之前的区别 此时 天已经黑了下来 树林之中 白静云 方金庚 叶峰保护着容倩倩 他们身旁 还跟着几十个手下 只不过他们一个个都身负重伤 他们跌跌撞撞地往前面逃着 在他们从这一片树林中逃过不久 后面跟上来将近上百人 这上百人穿着正义交的服饰 带头的是一个七品真人镜高手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写字 冷恒一声继续追 苍剑派的人 一开始离开日月岛后 发展的还算比较顺利 毕竟最初谁都给林凡几分面子 也不会去主动为难他们 可在林凡出世之后 苍剑派的发展便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特别是在荣云和领导谋族 多次击败阴阳界的势力后 其大势力便开始联手追杀苍剑派 荣倩倩背后有些写字 显然是被刀剑所伤 这一次咱们怕是再劫难逃了 一年过去 荣倩倩显然比曾经要成熟了许多 她对身旁的白静云等人说道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我 你们别管我了 赶紧走吧 说什么蠢话 白静云瞪了荣倩倩一眼 荣倩倩看了一眼身边的几十个人 眼中含泪 这一年来 苍剑派的人在被追杀的过程中 只剩下了如今的这几十人 可谓死伤惨重 方金根捏紧拳头说道 就算是和他们拼了 也不可能拿你女流之被换活路 更何况荣掌门当初对我有恩 就算是死 我方金根也是先死在你的前面 叶峰眉毛微微皱了一下 也是点头起来 若是要放弃荣倩倩以求换取葫芦的话 这种事要做 他们早就做了 也不会等到今天 这时 正义交的上百人也全部追来了 糟了 白静云脸色一变 正义交的这上百人 将受伤的苍剑派参与人等全部包围了起来 还真是能跑 这马久了 总算是让我把你们给抓住了 冯伦强开口说道 冯伦强作为正义交的七品真人静 带头抓荣倩倩等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压力也颇大 毕竟荣倩倩他们这边 也没有什么顶尖高手 也就叶峰和白静云是真人静的实力 追杀了如此久 都未能抓住人 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冯伦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身穿道袍 目光中却全是杀意 废话少说 方金根拔剑指着冯伦强 大声训斥 想要抓荣倩倩 就从老子尸体上踏过去 别犯魂 叶峰一把抓住方金根 他沉生说道 现在不是犯糊涂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给抓住 冯伦强大声的说道 他追杀这群人如此之久 自然知道如今白静云等人 都是苍剑派的核心人物 虽然主要目的是荣倩倩 但想来荣云和对苍剑派的感情 如此之深 这些人多多少少也能增添筹码 王八蛋 方金更大声骂道 要是我林凡大哥还活着 你敢这样吗 冯伦强一听 笑得更是灿烂了起来 说林凡 李提纳的已经死了如此久的家伙做什么 那种人 如今坟头草都已经不知有多深了吧 抓住他们 冯伦强大声下令 第二日正午 这一日 阳光颇为不错 全真教的阶梯之下 林凡被着手 看着通往上方的台阶 他抬起脚步 往上面走了上去 他的思绪 仿佛回到了放出 他被周宗一脚从这台阶踹下之时 这事道 还真是变幻无常 林凡面无表情的说道 说完 他已经来到阶梯的最前方 而他前面 便是全真教的首山大阵 一道无形的结界 挡在了林凡的面前 林凡此时 大声地喊道 周宗 三日后正午 断头颜 我要你一战 林凡这一喊 却是蕴含着法力在其中 声音传递到了每一个全真教弟子的耳里 他虽然如今修炼到了解仙境 但还没有狂妄自大到直接冲进全真教中 千不说这全真教的首山大阵威力惊人 若是进去 周宗和冲须子联手配合首山大阵 自己恐怕也难逃一劫 更何况 对于周宗这样的人物 若是光明正大的被自己击败 那种滋味 恐怕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说完 林凡便迅速转身离去 全真教内 冲须子和周宗本坐在花园中赏花聊天 可突然的挑战传来 让二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来人 去看看什么人来挑战老夫 周宗冲手下的人喊道 他和冲须子继续留在花园中静静等待着 没过多久 手下的人回来赴命说 周大长老 山门外并没有人 冲须子眉毛微微皱着 说 周长老 那人的声音能透过首山大阵传入你我二人的耳力 修为恐怕是解仙境的实力 你最近可有招惹什么解仙境的强者 周宗脸上也是带着奇怪的神色 说道奇怪和我有仇的人不少 但要说这样挑战我的 我却是想不出 第994章十拿九吻 魔族的那些解仙境便不用多说了 除非魔族的那些解仙境强者脑袋秀斗了 才会跑到这种地方来要单独挑战 既然排除了魔族的人 那么剩下的阴阳界中的解仙境强者 满打满散 也就那么些个 周宗也基本上都认识 虽然其中不少人都和他有仇恨 但也还不至于跑到全真教大门前来宣战的地步 我这就联系一下正义教 天津门和四大仙族 看是不是他们那边的解仙境强者 冲须子说道 只不过 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若不是他们只是民间的解仙境强者的话 无碍 周宗脸上流露出了自信的表情 说道老夫已是解仙境巅峰多年 岂是随便来一个贼人 就能将我击败的 周宗根本没有想过拒绝挑战这个问题 若是解仙境之下的人来挑战 周宗当然会选择无视调 而来挑战的人 是一个解仙境强者 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周宗这样的人 最在乎的就是脸面 人家跑到山门前来挑战 若是他还不应战 让其他人怎么看他周宗 三天后 断头掩麻 周宗冷恒一生 林凡离开全真教后 便找了一个酒店暂时住下 在路上时 他也想办法弄了一些钱 酒店的房间内 林凡躺在床上 他思索着接下来要干的事情 其实挑战周宗 更多的是处于一股气 周宗当初将自己 如同垃圾一样丢掉 林凡岂能忍得下这口气 而另一方面 林凡也是想要知道自己 如今的实力层次 他刚突破解仙境不久 还只是解仙境出奇 他也想找机会 所以试一试和周宗这样解仙境巅峰的人对战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林凡其实心里也清楚 和周宗这一战 胜负难料 毕竟周宗是解仙境巅峰如此之久的强者 他的经验和强大底蕴 是时间一点一滴的累计下来的 不过林凡也有自己所独特厉害的地方 想着这些 林凡点了根烟 他吸了一口 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许久没有抽烟 如今倒是有些越发的不习惯了 随后 林凡将手中的烟给放下 就在这时 忽然 林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是郑光明打来的 喂 老郑 有事吗 林凡问道 郑光明在电话那边说道 店主 是你挑战的周宗吗 林凡皱眉了一下 我都说过了 以后不用叫我店主 另外挑战周宗的是我 郑光明说道 呃 好 那以后就叫你林大人吧 郑光明年龄虽然比林凡大上不少 但也难以喊出林老弟 他说 林大人 你未免太冲动了 你消失了一年 或许不清楚如今阴阳界的情况 若是七大势力 知道你还活着 并且恢复了解先进的实力 恐怕不会轻饶了你 必然会联手将你给灭了 林凡唯唯点头 我当然知道 郑光明一愣 确实按骂自己糊涂 林凡如此精明的一个人 那还用得着自己来提醒他 他说道 既然如此 你还去挑战周宗 这样一来 您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林凡笑着说 我自然有他不发现我真实身份的办法 郑光明道 可您使用的是一件数 稍微深想一些 也会联想到您的身上 多谢关心 林凡道 在电话里 林凡也不可能去给郑光明解释太多 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 郑光明疑惑问 您是个冷静 聪明的人 怎么会要挑战周宗呢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看起来 目前我的确是隐藏起来 暗中因他才是更好的人 选择 毕竟和他打起来 是有可能被发现身份的风险的 只不过 林凡顿了顿 人活着 总得活一口气 对吧 林凡所说的这口气 便是当初被周宗捂入的那一口气 这口气 林凡已经憋在心里足足一年的时间了 林大人 有我需要帮你做的事情吗 郑光明在电话那边问 老郑 是的有个是麻烦你 阴阳界中的事情 若是和我 以及我朋友有关的信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林凡道 是 挂断电话后 林凡将手机放到一旁 他坐在床上闭上双眼 思索起了自己之后 该要如何慢慢的报复七大事例 首先要解决的 便是身份问题 若是暴露了身份 的确是个大麻烦 三天时间 一晃便过去 断头崖是距离全真教山门 约一百里外的一处高山之上 断头崖名声颇大 这座荒山如同被斧头横着消掉了山头一样 山体矮了一大截不说 现如今的山顶 有着四五个足球场般大 且地面平整 不过这里地处偏僻 知道的人不多 但在阴阳界却颇为出名 在五百年前 有两个宿敌的地先进强者 在此一战 有人说 这座荒山的山头 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那两个强者战斗所致 总之 此后阴阳界的人 很多人若有生死恩怨决战 都会将地点选在这里 久而久之 断头崖便出了名 这一日 断头崖上 却是有着好几百个 全真教弟子前来观战 一个神秘的解先进强者 忽然挑战周宗的事情 已经在阴阳界传开 不只是这些全真教弟子 很多听闻此事 且刚好在附近的人 也敢来 想要亲眼看看 两个解先进强者的对决 能够亲眼看到两个解先进强者 决斗的机会 可不多 正五十分 断头崖上的人 已经接近六百多人 所有人都盘腿坐在远处 看着站在整个断头崖正中心的周宗 周宗身穿青色道袍 手持一柄阴阳玄剑 他虽年迈 但身上的那股精气神 却是极佳 不知道什么人 竟然胆敢挑战周长老 还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啊 恩 周宗大长老的实力 寻常的解先进强者在他面前 恐怕完全不够看的 此时观战的人群看着周宗 低声议论了起来 大多促人都认为周宗对于这一战 基本上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第995章猛虎出山 虽然还不知道来挑战周宗的神秘解先进强者 究竟是谁 但周宗在阴阳界多年的凶名 可是实打实的 周宗虽然看起来慈眉善目 那也是如今身居高位多年 慢慢养出来的气质 在年轻时 周宗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加上天赋超然 在那时 也是阴阳界数一数二的俊杰 到了如今 基本上阴阳界中 绝大多数的人都没能看过周宗出手 最后一次出手 恐怕也是十几年前 这时 一个身穿黑袍的人慢慢从树林中走出 他脸上 还戴着一个黑色的鬼脸面具 戴着面具的人 自然是林凡 林凡慢慢走出 往周宗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 瞬间落在了林凡身上 人群中 顿时传来了一轮声 就是这人挑战的周宗长老 不知道是什么人 竟然还用面具遮挡 这座山的地面 是黄色的泥土 林凡走过 还扬起了不少灰尘 他来到周宗面前后 停下了脚步 目光紧紧的盯着周宗 就是你要挑战老夫 周宗此时开口问道 周宗心里也奇怪 没想到出来的竟然是个黑袍人 并且还用面具遮住了脸庞 不过看着对面这黑袍人的双眼时 周宗总隐隐感觉有些熟悉 但一时间 却又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双眼睛的主人 周宗是肯定认识的 肯定是哪个仇家 周宗淡淡的说道 不知道我和你有什么仇 约我来此一战 林凡压低声音 让声音沙哑了不少说道 周大长老看样子记忆不算太好啊 竟然认不得我 周宗满不在乎的说 我周宗行走天下促十载 仇家遍布天下 认不出你又有何奇怪 周宗心里冷笑 这个黑袍人还真是天真幼稚 以为盖个黑袍 自己就认不出他了 天底下 能修炼道解仙境的人 也就那么多 只要这人使用出功法 周宗便能根据他使用的功法 迅速的推测出他的身份 我的阴阳玄见 不斩无名之辈 报上名来 周宗开口说道 林凡缓缓说道 龙一天 龙一天 周宗一起双眼 脑海中迅速思索着自己曾经有没有这个名字的仇家 或者姓龙的仇家 可惜他想不起来 毕竟他仇家太多了 管你龙一天还是龙二天 既然挑战老夫 就乖乖临死 周宗声音冷漠地说道 他拿起手中的阴阳玄见 他强大的法力灌输进了剑中 这阴阳玄见 可是最顶尖的法器之一 而周宗所修炼的功法 名为虎啸剑诀 这呼啸剑诀是全真教的祖师 所流传下的一套顶尖剑法 据说全真教祖师在观察了蒙虎的动作形态后 灵机移动 便悟出了这套剑诀 虎啸剑诀的修炼难度颇大 全真教中能练成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而周宗则是将这虎啸剑诀修炼到了大城 一剑挥过 虎啸响起 便是敌人人头落地之时 林凡看着周宗在自己敬前 目光之中也是复杂之色 一年之前 周宗不可一世的将自己踹倒 并且将自己丢入垃圾堆中的往事 历历在目 正是如此 林凡即便师姐仙境出奇 出山后第一件事 便是要挑战周宗 虎啸剑诀 周宗手持阴阳玄剑 脚踏七星港部 一剑朝林凡便袭去 周宗这一剑可不寻常 一剑刺去 不只是剑法中所携带的强大法力 周宗身后的剑戏 更是形成了一只高三米的猛虎 这只猛虎张开血盆大口 便朝林凡攻来 林凡面不改色 在这柄剑和猛虎来到敬前时 他大声念叨 苍龙镜 后 一声龙吟从林凡的身体中响起 瞬间 他身体内溢出金色的腰气 林凡一掌拍出 一股金色腰气所形成的苍龙镜 朝着周宗便轰去 哼 一声俱响 林凡被周宗这一剑之威 打得一连后退四五步 果然 解先进巅峰的强者 体内浑厚的法力 远不是自己所能比拟的 与此同时 周宗也被林凡这一掌给击退好几步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功法 周宗毕竟惊艳老道 初次交手 他便看出了眼前的龙一天 虽然同是解先进的实力 但论体内的法力雄厚 应该是远不如自己的 既然如此 按理说 刚才那一下 是对拼的法力 这个龙一天最起码也会在这法力对撞中 直接被击飞 再不济吐个血一死一死也行吧 可这龙一天也仅仅就是退了几步 更让周宗惊讶的是 这个龙一天所使用的功法 他闻所未闻 围观的那几百个修士 一个个也是小声的议论了起来 这个龙一天 之前众人压根没听说过 他的名字 没想到不明则已一名惊人啊 此时 一个修士忍不住感慨 龙一天这一战 不管胜负 恐怕都要冥扬整个阴阳界了啊 当真是羡慕 一旁另一个修士则说 你要是能有挑战周宗大长老的实力 你自然也能冥扬整个阴阳界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龙一天究竟是什么人 这麻强的实力 之前不可能是默默无名之辈吧 他们低声讨论了起来 李氏要修 为何使用出的法力是金色的 周宗忍不住开口问道 林凡心里其实有些惊喜 这神龙爵的威力 的确是令林凡惊喜 自己只是解先进出奇的实力 和周宗的法力对撞中 或许稍战下风 但却不大 李认为 我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林凡冷声说道 周宗 死鸭子嘴硬 等我把你击败 我倒要看看 你说不说 说完 周宗会晤手中的阴阳玄剑 念叨猛虎出山 他手中的阴阳玄剑 发出了一声唬啸 周宗身体内的法力 也是瞬间变得更加强大了几分 周宗感觉到了这龙一天功法有些怪异 不想给他机会 这一招 直接便是带着杀意 他可不想被突然冒出来的这麻一个家伙给击败 晚节不保 第996章出言计讽 周宗这一剑的杀意凌厉无比 几乎刹那 他解先进巅峰的法力 全部汇聚在了手中阴阳玄剑的剑尖之处 剑尖划过的地方 就连空间都震荡起来 这便是解先进巅峰强者的实力 一剑 便可令空间荡漾 凌凡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他站在原地 深吸了一口气 大声念叨 神龙诀 第二诀 龙吟九天 吼 凌凡的体内 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吟 声音庞大无比 整个断头崖上的人 实力低的 听得头痛欲略 抱住脑袋在地上直接打滚起来 实力稍强的 便使用法力挡住这龙吟之声 观战的几百人 脸色大变 这龙一天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功法 要知道 他此时这一生龙吟 可不是专门攻击他们的 主要目标是周宗 他们最多也就是受到了这一招的一些牵连罢了 可即便如此 威力竟也如此巨大 感受最深的便是周宗了 强大的龙吟在他耳朵不断回荡 他可是全力挥舞出了一剑 并未用法力来抵挡这龙吟 啊 周宗也终于是忍受不住这道龙吟 他放弃了继续进攻 转而将体内的法力用来防守这一道龙吟 这时周宗才感觉到了好受不少 可耳朵中却依然流出了鲜血 显然 他的耳膜受到了不轻的伤害 龙一天 你究竟是何人 你所使用的弓法 当真怪异 周宗也终于是放下了所有的轻视之态 这一个龙吟九天 威力可不同凡响 或许对于同境界 或者更高境界的人而言 效果并不算是很大 可若是使用这个弓法的人 进入大量的敌军之中使用这一招呢 若是如此 恐怕一个人 也能挡住好几百人 这样一想 未免就有些太过恐怖了 林凡此时也不断的后退 收回了龙吟 他如今只不过是解仙境初期 体内的妖气说实话 数量并不算是很多 使用苍龙镜和龙吟九天后 他体内储藏的妖气 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 这样一个庞大的量 也是林凡没有想到的 林凡心理此时心理也隐隐有了一个底 若是自己对战的是解仙境中席 或者解仙境后期的强者 自己或许有一战之力 但是和周宗这样解仙境巅峰的老家活达起来 恐怕还得自己突破到解仙境中期之后才能尝试 当然 这样的结果 也已经令林凡很满意了 要知道 任何解仙境的强者 所使用的弓法 都是当时最顶尖的一批弓法 他们的天赋 天资 一个个恐怕也不比林凡差 也就是这神龙爵士来自那个叫昆仑玉 上古龙族 想着这些 林凡开口说道 周宗 你我之间 时早还会有一战 林凡也颇为果决 莫清楚自己今日杀不了周宗后 并没有在这里过多逗留的想法 说完 他转身便走 周宗却大声呵斥 贼人 既然来了 还想走 师兄 就在这时 森林之中 充须子丹手持剑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拦住了林凡的去路 周宗 你我二人对决 你想和你师兄联手杀了我 这样做 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 林凡面色沉了下来 当然 他戴着面具 周宗等人也看不清他此时是什么表情 林凡心里自然是暗道糟糕 他一直认为周宗是个在乎脸面的人 就算自己不敌 想要逃走 光是一个周宗 可拦不住他 他想 周宗也不至于让其他人联手对付自己 可他现在却明白 自己低估周宗了 周宗既然能成为全真教的大长老 自然也是肖雄级的人物 脸面当然重要 事实上 充须子一直隐藏在暗处 周宗也没有想要让充须子出手的打算 周宗一开始想 就算对方是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自己也有稳胜对面的把握 若只是个普通的解仙境强者 就算是仇敌 想要逃走 周宗也不会让充须子出面 最多让他逃走 回头再慢慢搜寻他的下落 可这神秘的龙一天 一身本领功法极其古怪 周宗虽还不知道龙一天所使用的什么功法 但正所谓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周宗的眼界可不是常人所能比的 他能看出这个龙一天所修炼的 绝对是最顶尖的妖修功法 并且很有可能是和玉剑术是一个层次的 这样一个带着神秘功法的仇敌 周宗岂能让龙一天逃走 等他实力再增进了来找自己报仇 至于面子 和这样一个带有极大威胁的敌人相比 所谓的面子 自然只是一个笑话 天下人耻笑 若是让你今日逃走了 我才会让人耻笑 周宗目光阴朗 说道 摘下面具 我倒想看看 是我哪路仇人 竟然还拥有这样的神秘功法 想看我真容 有本事便亲手来取下我脸上的面具 林凡左右看着周宗和冲虚子 他们二人已经将林凡架在中间 林凡此时可谓是进退两难了起来 远处的那些来观战的各派势力 除了全真教弟子外 此时都开口嘲讽起来 此时 一个光头汉子微微摇头 冷笑着说 全真教就只有这些手段 说好的干挑 竟然掌门也来了 这是挑战杀不死对方 想要耍赖沙拉娜的龙一天 一旁的一个正义教弟子 此时也冲那群全真教弟子 大声嘲讽道 喂 我说你们全真教怎么尽事干这种娘们般的事情 不嫌丢人呐 全真教弟子 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不过此时都闷着没有开口说话 毕竟这件事 说出去的确有些没面子 来的这些势力中 正义教 天机门 四大仙族都有不少人来了 见此机会 一个个都是出言讥讽 这些话 自然也都传入到了周宗的耳里 他面色阴沉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这时 周宗缓缓开口说道 掌门 你我二人 将这小贼拿下再说 恩 冲须子微微点头 第997章龙戏 他们二人自动的将不远处那些人的嘲讽给无视了 眼前最正经的事 是要处理掉这个龙一天 一柄锋利的长剑出现在了冲须子的手中 他呵呵笑道 这位龙小友 我全真叫一向不喜杀戮 你找上周宗长老 必然是有些误会 不如你束手就擒 然后我居中调解 若是什么小误会 大家就一笑而过之如何 冲须子嘴上虽如此说着 脚下的步伐 却是已经将林凡的退路给堵死 什么所谓的居中调解 那不过是扯淡 若是龙一天真要束手就擒 二人恐怕第一时间变得杀了他 林凡自然也不会相信冲须子的鬼话 束手就擒 扯淡啊 就自己和全真叫之间的矛盾 是调解就管用的麻 恐怕冲须子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 第一时间变得想办法杀了自己 想到这 林凡沉生说道 两位 无需多言 想要留下我 就看你们二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苍龙静 林凡大吼一声 直接朝挡住他去路的冲须子袭去 一道金黄色妖气 带着棒驳之力 朝冲须子轰去 冲须子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手中的长剑挥舞起来 开口念道阴阳剑气 瞬间 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阴阴阳两股剑气 这两股剑气 慢慢的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个八卦图 轰 林凡的苍龙静轰在八卦图上 却如同打在棉花中了一样 这一级的力道 却是被这道八卦图给卸的荡然无存 林凡面色为变 他也是第一次和冲须子交手 没有想到冲须子所使用的功法 竟然如此怪异 冲须子脸上竟是轻松之色 他手中的长剑不断挥舞着 无知小贼 哈哈 以为能从我这里冲过去 说完 冲须子手中的长剑速度快上几分 林凡察觉到了不妙 可很快 这道阴阳剑气 竟然笼罩住了林凡 林凡身陷在这阴阳剑气之中 犹如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沼泽之中一般 浑身上下 竟难以动弹半分 冲须子心中一喜 若是林凡直接朝其他地方逃去 或许能凭借一些速度上的优势 从他和周宗手中逃走 可这家伙竟然天真的朝着自己面前冲来 只要陷入他阴阳剑气之中 便只剩下死路一条 想到这些 冲须子嘴角挂起了淡淡的冷笑 他说道 死 林凡浑身寒毛都瞬间立了起来 这种强烈的危机感 令他有一种 下一秒恐怕就要死在冲须子剑下的错觉 虽然此时情况危险 但林凡却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 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 越是危险的时候 他便越能冷静 林凡开口念道 苍龙静 轰的一声 他身上 金色的妖气 轰的一声 以他为中心 朝四周狂涌冲去 哼 天真 阴阳剑气乃是天地阴阳之气 你以为 冲须子冷笑 可接下来 他脸上顿时呆滞了下来 阴阳剑气竟然被林凡体内 所散发出的金色妖气给轰然冲散 荡然无存 这一下也让冲须子胸口闷疼了一下 嘴角溢出一口鲜血 李这是什么 你所释放的不是妖气 金色的妖气 金色的妖气 冲须子目光不断的闪烁 他忽然想起了全真教中的古籍所记载 金色妖气 乃是龙所修炼而成之物 随后大声惊呼 龙气 李是龙 冲须子心中大惊 虽然知道这个龙依天使妖羞 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是龙 若是龙气便也能想清楚为何这家伙能够冲散阴阳剑气了 周宗在不远处也在赶来帮忙 听到冲须子的话后脸上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龙 这家伙是龙族 他心里忍不住暗骂了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龙 更何况虽然在古时候龙或许是存在的 但在现代的阴阳界中 龙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根据阴阳界中记载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的龙族便前往了昆仑域 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虽然有不少蛇妖修炼成交 但真正的龙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在二人震惊之时 林凡手中却已经捏着一股强大的能量球 庞大威力的苍龙镜被他压缩在双手之中 如普通的皮球大小 随后 林凡用力抛出 朝着冲须子轰去 冲须子却是不敢再应接这一招 主要还是被这个龙一天龙族的身份给震惊住了 他急忙朝一旁躲闪而去 林凡抓住了这个机会 把腿便跑 迅速地钻入了山林之中 消失不见 掌门 周宗急忙来到冲须子身旁 他看着林凡逃走的方向 说道 掌门 怎能让这龙一天给逃了 冲须子沉着脸 说道 糊涂 我还想问你 什么时候得罪了这样的仇家呢 你知不知道他是龙 龙族在远古时 是万妖之首 统领妖族 后来龙族前往昆仑域之后 才慢慢出现了四大仙族 周宗脸上流露出尴尬之色 说掌门 别说得罪了 我这辈子都还未见过龙 谈何得罪 这倒也是 冲须子此时倒也冷静下来了几分 他说 先让下面的人好好调查一下这个龙一天 至于杀了他 暂时不宜妄动 杀死龙族的人 可不是小事 若是将昆仑域中的龙族给招惹了出来 咱们全真叫可救完了 周宗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远处观战的人 问 他们也看到了刚才的场景 随他们去吧 冲须子说道 刚才那个龙一天是龙的事 他们应该没能听到 这件事一定要守口如瓶 若是让四大仙族的人知道 鬼知道四大仙族的人要是得知 会干出什么事来 是 周宗恭敬的点头 脸上 却全是愁容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何一条龙会找上自己的麻烦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难道 他突然想起林凡有一颗龙星 不过他微微摇头起来 肯定不会是林凡 林凡已经死了足足一年 更何况 光是有一颗龙星 可修炼不了龙族的功法 第998章 荣帅 掌门 你说 会不会是龙族想要回阳间 忽然 周宗开口说道 如今魔族入侵 阳间大乱 若是龙族归来的话 听着周宗的话 充须子沉着脸 说 可能性应该不大 龙族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了 现在的利益格局已经定下 就算龙族强大 回来之后 咱们依然会联手起来反对 周宗说 可魔族正好在入侵咱们阴阳界 你说 若是龙族和魔族之间联手 有一句老话 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时候人太聪明了 想的太多 有可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就在周宗和充须子思绪万千的时候 林凡正在一片树林中快速奔跑 跑到山脚后 林凡找到了自己之前租的一辆轿车 开着车便迅速离开了这座山 林凡开着车 放了一些音乐 忍不住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深厚的断头崖 这一趟收获可谓不小 最起码得知了自己和解先进强者对敌时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林凡心里也有了一个底 他正开着车离去时 忽然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却是郑光明打过来的 喂老郑 林凡问道 有事吗 郑光明此时开口说道 林大人 我刚得到消息 白静云 容茜茜 方金更 叶峰他们一行人 被郑一叫给抓了 被郑一叫给抓了 林凡稍微一愣 随后便明白了过来 随后微微皱眉问 和我师父容云和有关 没错 郑光明点头起来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问 什么时候的事情 郑光明有些尴尬的说道 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比较晚 大概是三天前 郑光明毕竟如今被边缘化的颇为严重 消息也不可能太灵通 我明白了 谢谢你了 林凡说道 郑光明随后问 恩 林凡此时说道 对了老郑 有关我还活着的事 暂时不要透露出去 即便是南战雄他们 也不要说 连南嘟嘟他们也不告诉 郑光明疑惑的问 没错 随后 林凡挂断了电话 他倒不是不相信 南战雄他们等人 只是郑光明若是给南战雄 传递自己还活着的情报 有可能信息会被人截取 到时候反而麻烦 并且这种可能性很高 一旦郑光明给南战雄等人 传递什么信息 若换作自己是黄长魂 必然会将信息先过滤一遍 想完这 他顿时有些头疼起来 他头疼的自然是有关正义 叫那边 容倩倩的安慰 林凡倒是不用担心 如今师父在魔族那边位高权重 容倩倩就很安全 但白静云等人可就不一定了 想到这 林凡微微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江南省曾经苍剑派的旧址 苍剑派覆灭之后 魔族便将这里当作了江南省总部 由于江南省是距离魔族入口最近的地方 这里也自然是魔族重兵守卫的对象 还是那个宅院 还是那个人 容云鹤身穿一身白色长袍 和别院中的黑甲护卫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如今魔族占领了15省之地 容云鹤最终却选择这里作为大本营 倒不是什么这里是大后方之类的因素 仅仅因为这里是曾经苍剑派所存在的地方 容云鹤手中拿着一封迷信 目光中流露着怒涩 站在他对面的则是夏玉龙 夏玉龙当初虽然战事势力 被撤下了统帅的职务 不过第二次大战开启时 却被派上前线 听从容云鹤拆遣 也算是戴罪立功 容帅 正义叫那些人未免太过无耻了一些 将您女儿等人给抓了 夏玉龙恭敬地说道 夏玉龙其实一开始对容云鹤并不服气 或者说整个魔族的人 对于让容云鹤统领魔族大军的决定 不服气 可是魔王非为确立压下来所有非议 力挺容云鹤 一年征战下来 容云鹤确实用他的战机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最起码让大部分的魔族都认可了他的能力 对他也是越发恭敬 当然 这其中并不包括四位魔将和四位魔将手下的解先进强者 毕竟容云鹤的出现 严重的影响了四位魔将的权势 而夏玉龙本就是非为提拔上来的人 而且还是拜君之将 夏玉龙依稀记得 自己被放出来后 刚到容云鹤手中听令时 曾问过容云鹤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容云鹤只不过是解先进出奇的实力 而他夏玉龙则是解先进巅峰 容云鹤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话 就凭打败你的人是我弟子 后来的诸多战况 容云鹤果然没有辜负众望 他对阳间阴阳界熟悉至极 加上手中魔族将士骁勇善战 以及一位魔将大人出手 很快便席卷了阴阳界几乎一半的天下 容云鹤慢慢地走到了一座凉亭中座下 目光中的怒意却是渐渐消失了 他随手一挥 手中的信件瞬间被焚烧成了一堆黑灰 容帅您这是 夏玉龙看着容云鹤问 容云鹤平静地说道 带兵作战 最忌讳的就是私情作祟 信是夏玉龙拿来的 他说道 容帅正义交的要求是 让您让出一省之地就放了容小姐 我认为 即便是让出一省之地 也无伤大雅 不妨 他们会守信吗 容云鹤淡淡地说道 就算守信 我若是因为换回自己女儿 就让出一省之地 我这个统帅也就算是做到头了 让下面的将士怎么看我 一省之地 是下面将士抛头颅 撒热血拼出来的 没道理下面的将士能死 我容云鹤的女儿就不能死 夏玉龙有些着急 他如今是真心臣服容云鹤 他说 要不我来下这个命令 到时候不管有什么罪名 我来背着就是 显然 即便是接触一年之久的时间 夏玉龙还是没有完全了解容云鹤 他会真为了魔族的将士 就不顾自己女儿的性命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第999章 容云鹤 夏将军如今本就是戴罪之身 如果让你去承担这个罪责 你以后怕是前途就完了 容云鹤唯唯摇头起来 夏玉龙盯着容云鹤 说道 容帅 您也在血魔狱中待过不短的一段时间 心中也清楚如今血魔狱中的情形 我魔族的人 若是修炼有成还好 可下面无法修炼的人 却是吃不饱 穿不暖 我相信容帅肯定能带领我们魔族过上更好的日子 为了容帅 在下就算是刀山火海 也在所不辞 魔族之中 自然也讲究身份高低 如今魔族的解先进强者 绝大多数都是四位魔将的门生 出生也不算太差 而夏玉龙则完全是魔族平民出生 也最能体会魔族平民的煎熬 容云鹤听着夏玉龙所说的话 心中也不免有些感慨 当初他答应挂帅出征 完全是因为林凡被七大势力给逼死 他一目之下 挂帅出征 但他毕竟是阴阳界土生土长的人 心里当然更偏向阳间 放心吧 只要魔族能够保证 一直这样不骚扰普通人 我会帮魔族攻下这个腐朽的阴阳界的 容云鹤缓缓开口说道 大敌当前 还只知道内斗 容云鹤唯唯摇头说道 至于我女儿的事情 暂且缓一缓 他们也不敢伤我女儿 那是他们的筹码 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是 夏玉龙点头 他相信以容云鹤的智慧 定然能妥善地处理这件事 正宜教坐落在海西省 正宜教最出名的地方 便是龙虎山这个旅游景点 但正宜教真正的山门所在 却并不在龙虎山 而是在相隔龙虎山距离十多公里远的一处荒山之上 最起码在外人的眼中 这里是一处荒山 荒山有一条颇好的公路直通山内 对外宣称 说是在这山上原本准备修一个大型的度假山庄 然后搁浅 所以才留下了这麻一条公路 附近所居住的人 倒是经常会看到不少人进出这座荒山 或许谁都想不到 这是千年门派正义交的山门 比起全真教而言 最起码看起来太过低调了一些 不过若是进入山内 便会看到别有乾坤 整座山都被设下了大阵 从外面看 是树木茂盛的荒山 可跨过大阵 整座山 都修建了木质房屋 庭院 正义交山门内所居住的弟子 达好几千簇 却丝毫不会觉得拥挤 正义交颇为出名的 便是镇妖塔 虽名为镇妖塔 但这可是正义交的山门所在 怎么可能用来关押妖怪 久而久之 这镇妖塔便是正义交用来关押一些要犯的地方 镇妖塔内 共九层 每一层都被改造为了监牢 第九层所在的监牢中 容茜茜 白静云 方金庚 叶峰还有几十个苍剑派的参与人马 通通被关押在此 他们背后的琵琶谷通通被铁钩扎进 锁住了法力 并且还用铁链五花大绑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是绝不可能有丝毫希望逃走的 此时 楼梯传来了脚步声 带头抓住他们的七品真人静高手冯伦强在前面带路 脸上全是恭敬之色 而他身后跟着的 则是正义交的大长老 贺洪峰 贺洪峰身穿道袍 手拿一个浮沉 看起来颇有一股先锋道骨的味道在身上 脚步很轻 西黑的监牢中 冯伦强领着贺洪峰来到了容倩倩所处的监牢前 他恭敬地说 大长老 这就是容魔的女儿 如今的容云赫 已经被阴阳界称之为容魔 或者叛徒 容倩倩此时穿着囚服 头发披散着 背后的鲜血已经结巴 他微微抬起头 看向监牢外的两人 目光中流露出了仇恨之色 你就是容魔的女儿 贺洪峰峰轻云淡地问道 容倩倩冷声说道 没想到堂堂正派之手的正一教 竟然还会做出这种抓人质要挟敌人的手段来 贺洪峰呵呵笑道 对付邪魔 人人的耳朱之 任何手段都不畏过 这个就是苍剑派的掌门 此时冯伦强指着隔壁监牢中的白静云 白静云的情况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或者说比容倩倩更加糟糕 他衣服破破烂烂 显然被抓的过程中 经过了一场血战 恩 赫洪峰微微点头 说道 带走 你们想干什么 此时 待在不远处监牢中的方巾更大声吼了起来 冯伦强冷恒一声 说道 原本以为你们这群人 能让容魔用一省之地换你们性命 没想到我们记性过去之后 迟迟没有回音 今日日落之前 若还没有回音 那么我们便在斩妖台上 将这家伙给斩歌 方巾更易听 急忙怒吼 王八独子 仗是欺人的王八蛋 你们正一觉都是孬种 全是孬种 白静云的脸上 并没有什么波澜 他目光平静地说道 老方 安静点 又不是斩你 此时 监牢中其他苍剑派的人 不少都开口说话了起来 这位大长老 就算容云和帮了魔族 也和咱们无关啊 对啊 我们也比仪容魔这种做法 就算他曾经是苍剑派掌门 也不该牵连到我们 我还不想死 不少人急忙开口求饶了起来 看到此情此景 白静云无奈地唯唯摇头起来 固然这些人是苍剑派最后的苗子 可在死亡的威胁前面 却是如此 当然 白静云并不比他们 没有人不怕死 包括他自己 只是白静云不可能低头 最起码不会在这件事上 象征一较低头 贺洪峰听着周围那些苍剑派弟子喧哗 皱眉起来 冯伦强也是大声骂道 都给我安静些 一群家伙 现在又不是要杀你们 他心里则是嘀咕 这群家伙心里没点逼簇麻 他们毫无利用价值 就只是苍剑派的炮灰罢了 他们认耸了有毛用 冯伦强打开白静云的监牢 说道 小子 老实点吧 你最好祈求戎魔那边来信了 否则今日你难逃一死 第一千章交朋友 距离正一较二十里远的一个小镇 这座小镇名为龙虎镇 镇子距离世界著名景点龙虎山坡近 整个小镇 基本上都是做和旅游有关的业务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 林凡开着车来到龙虎镇 他开车停在了一个生意颇为不错的饭店门口 他目光往饭店内搜寻了一番 没有收获便开车继续往前面开 没过多久又停在一个饭店门口 往里面搜寻 这一次他终于是发现了两个人 这二人的气质显然和普通人是不同的 明显是阴阳界人士 林凡下车走进了饭店 这饭店并不大 也就只有九十来个平方左右 即便是两点钟里面的生意依然不错 林凡穿着黑袍脸上戴着面具 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前台美女过来招呼林凡 这位帅哥吃饭吗 所以吧 这座服务行业的人就是虚伪 自己都戴着面具呢 都能叫帅哥 林凡沉生说道 找朋友 说完 静止往里面走去 前台美女也并没有过多在意 这里的游客众多 别说戴个面具了 身穿黑袍了 就算是浑身黏毛 假扮孙悟空去景区拍照讨钱的 隔三差五都能来几个呢 那两个阴阳界人士 一个三十余岁 还有一个稍年轻一些 约二十五六的模样 他们坐在一个靠角落的位置 林凡直接坐在了他们旁边 这二人对视了一眼 皱眉起来 隔下是三十余岁的人率先开口说话了 在下正一叫蒲璐萍 不知道隔下如何称呼 隆一天 林凡淡淡的说道 蒲璐萍呵呵笑道 隔下 这周是我师兄弟二人先坐的 你这贸然坐下 有些不妥吧 走的是路 交的是朋友 我看和二位有缘 便想交个朋友 恰好想上正一叫拜会一番 不知道能否和二位同行 林凡说道 林凡要想办法就容欠欠他们 硬闯肯定不行 如今连容欠欠他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他都还不清楚呢 更别说救人了 蒲璐萍脸上带着不屑之色 并且这股不屑之色丝毫没有掩盖 要知道他们二人可是正义交的弟子 并且蒲璐萍如今是七品道长进 虽然还未入真人境 但蒲璐萍相信这是迟早的事 又启示着随便跑出来的一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心意便能交朋友的 蒲璐萍淡淡地说道 阁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和我们师兄弟二人交朋友的 在我没有不耐烦之前 你还是有些自知之明 自行离去吧 这话在蒲璐萍看来 已经算是极为客气了 没有直接让这个龙一天滚蛋 已经给足他面子 听着蒲璐萍的话 加上他那不屑的目光 林凡怎么可能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坐一了一下 说道既然如此 我就不强求了 说完 他身上的气势瞬间释放了出来 在饭店内的普通人 却是没有任何察觉 可蒲璐萍和他师弟 却瞬间被林凡所释放出的这股气势 给压得喘不过气了 这强大的气势 压得他们二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种感觉 仿佛林凡随时都能将二人给捏死 师兄年轻一些的正义教弟子急忙喊道 蒲璐萍急忙站了起来 目光带昭慌乱 而脸上的神色 也从最开始的不屑 便为了恭敬之色 他焦急的说道 前辈 在下有眼不是泰山 还请你不要见谅 蒲璐萍能感觉到林凡的实力强大 即便是三品真人镜 恐怕也不能有这样强大的气势 这人最起码也是四品真人镜 想到这 蒲璐萍便感到有些头皮发麻 谁特麻能想到 在这随随便便的一个饭店 竟然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手 林凡收起了气势 淡淡的问 现在我可以和二位交个朋友了吧 荣幸之急 蒲璐萍急忙点头 在正义教这种势力内混的人 一般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便是天资其高 可以目中无人的那一类 第二种就是天资其差 各种被人瞧不起 打压的一类 第三种便是蒲璐萍这种 虽然放在外面 他属于天资极高 可在正义教内和其他人一比 也就只是资质中等 这一类人 一般都是极为圆滑之人 对于瞧不起的人 他会各种嘲讽 可一旦在他面前展现出了强大之后 他会立马陪着笑脸 林凡在一次坐下 问道 二位是准备出去执行任务呢 还是回正义教呢 蒲璐萍乖乖的回答道 我师兄第二人此前被师门派遣出去 解决一只妖怪 如今已将妖怪斩杀 正准备回师门复命 林凡一听唯唯点头说 我乃散修 久闻正义教大名 想要去拜会一番 不知道正义教收不收留我这一类散人 蒲璐萍的师弟在一旁傻愣愣的说道 我正义教可乃阴阳界八大势力之一 门下弟子 都是从小培养而出 寻常散人 可没资格入我正义教 这傻逼 蒲璐萍在一旁背弃的够呛 自己这师弟也特傻了点吧 眼前这家伙 能是寻常散人吗 蒲璐萍急忙在旁打着圆场 当然 我师弟说的是寻常散人 可前辈这样 真人静的强者若是愿意加入正义教 即便是门派内 也一定会重视 并且给予前辈不少好的资源 根据蒲璐萍的推测 眼前这个龙一天 最起码也是四品真人静 就算是八大势力 谁会嫌自己门下的真人静高手多呢 想到这 蒲璐萍心里也微微有些惊喜 若是由自己介绍这位前辈加入正义教 自己也将得到不少奖励 突然有高手找到他 要加入正义教 并没有让蒲璐萍感觉到什么奇怪 毕竟这种事情 都会偶尔发生 很多散人 天资其高 可没有强大的势力做依仗 在阴阳界中性走 多多少少会吃亏 所以会选择八大势力中的一个加入 往年来 这样加入正义教的人 也不在少数 添加了 让彩虎 是准备的 可能是故障 前往 右边 来 下